能夠有比較彈性的政策 特別是在一些學校像大園高中 它的通勤時間是比較長的狀況之下 能夠把遲到時間延後 然後一些校車的時間也延後 這樣子對陶客來說 在校車的吊派上面也是比較有空間的 另外就是說前一陣子本席也整理了 全球各國的一個上課時間表 我們發現說世界各國就屬台灣最長 那有人就會質疑說其實韓國也很長 那事實上韓國最近也在做一些改變 因為在2011年12年的時候 韓國發生了學生自殺潮 一年就有大概十幾個學生跳樓自殺 割碗自殺 所以他們的一些政府就開始去思考說 學生的升學壓力是不是太大了 第一個他們做了一個補習的限令 就是說晚上超過幾點之後是不可以補習的 那超過的話警察還會去開罰單 那另外呢 他們最近也在跟著世界腳步推動一件事 這個是韓國最大的一個城市叫首爾 首爾他們進行了一個延後上學的政策調整 在今年的2015年的3月開始 300多所國中高中國小都把上課時間延後到早上的9點鐘 那聽了之後會覺得跟台灣差蠻多的 事實上韓國早期也是大概7點多上課 那是在大概10年前先延後到8點多之後 在去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延後到9點多了 那這個學生他舉的標語就是 在家裡跟爸媽吃早餐再來學校 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培養吃早餐的習慣 那這個就是韓國的學生的一個課表 我們看到第一節課的到校時間也就是遲到時間 在禮拜一是早上9點 因為禮拜一大家都有那個Monday Blue 比較晚上上課 就是所以禮拜一的時候還會晚20分鐘 那禮拜二之後是8點40 那放學時間其實跟台灣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第八節輔導課台灣是一個彈性參加 但是韓國的輔導課是強迫參加 每個人都要參加第八節 所以他課程是不一樣的 那也比台灣短一點 但是整體的時間在校時間你去計算 其實還是低於台灣的9點5小時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一個在校求學時間 確實是世界上如一數二的長 那到底台灣的家長是不是支持這樣的一個政策呢 其實天下雜誌跟親子天下都有進行一個民調 那他們發現說有九成的家長是贊成 家長老師跟學生是贊成延後一小時的 那這個民調大概有兩千多個樣本 所以其實各領域的一個都有去詢問到 另外就是我們也針對了 我是中立人在今年四月 都也針對了二十歲以上的桃園市民做一個調查 我們發現說大概有過半的一個市民 他是支持八點鐘以後或者第一節上課之前 學生再到學校不用那麼趕 不用被計時到的 但是呢我們發現其實在七點二十七點三十的時間段 其實有一些家長他是需要的 因為他是要去台北上班的 或者他是早上比較早上班的家長 那這些家長其實就是那個反彈聲音最主力的家長 那其實多數的家長是可以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處理這些二三十趴的家長 去滿足這些家長的孩子的照顧需求 然後同時也讓一些比較需要睡飽的孩子能夠睡飽 我覺得這是市府很大的挑戰 那早上的時間其實也有校長在發展一些 比如說公益的活動啊 自願服務等等的一些時間 那其實是還不錯的 好那下一個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這是今天的聯合報的一個新聞 聯合報新聞是報導說 屏東的中正國中很幸福 上學已經可以晚到二十分鐘了 那這個校長呢他就說 其實他發現他早上的時候 學生到學校只有兩個事情做 第一個是考試 第二個是掃地 然後再來就是升級 他覺得為什麼要那麼早到呢 所以這個校長在 在昨天就在臉書上發了一個文 那這個文瞬間也被好幾百人分享 也是非常大的迴響 底下都是家長的好評 可以顯示說像這樣的政策 其實是很容易得到滿多支持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繼續看到早自習的 考試的狀況 雖然教育局不斷的宣導 早自然要推動閱讀快樂學習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考試的比例其實還是高達七成多 國中甚至是八成多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學生 還是如同市長之前講的 就是早上第一件事到學校還是先在考試 那我覺得其實壓力真的滿大的 而且你因為早上第一節課就要考試 你昨天晚上就要準備 那睡眠也容易影響到 也容易緊張 我覺得是不是早自習考試可以透過 就是早自習彈性化參加這種方式 慢慢的來減少 那考試的數量 對我們來說 我一直以為說其實很多的 但是我們之前看到的樣本可能是 大概是九年級或者十二 就是十二年級要升學的時候 那實際上考試並沒有那麼多 但是在升學的那個年段 比如說九年級來說就會比較多 像九年級的學生平均每天就要考六 六點七科 那平均下來其實就會滿可觀的 所以我在前幾天在內地家樂福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家長 他說他把小孩從東興轉走 那局長你有聽到這個家長的聲音嗎 是 那家長的反應是什麼 他是覺得為什麼他要轉走 就是考試多了一點 他覺得考試太多了 孩子的壓力比較大 對 甚至是早自習也在考 下課時間也在考 中午午休也在考 放學也在考 所以他的小孩最後就做到那個 因為一整天都沒有辦法去上廁所或活動 所以最後就是脊椎都受傷了 所以他不得不轉離他現在那個學校 那我後來也請家長錄了一段他的心聲給局長 那局長好像也聽完了 那就希望局長知道說 有些基層家長還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教育 特別是剝奪學生下課時間是不妥的 另外就是說學校是否有體罰 那其實體罰的狀況是今年改善的比較多的 我們發現說跟去年到今年 其實桃園市的體罰是有些微的改善 那只是改善的狀況之下 大概還是有 國中還是有51%的學生有體罰 那零體罰的政策早就落實大概10年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部分校安科真的要努力 而不是說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家長去陳情 然後結果隔天就被叫到學校去 那我覺得這樣子根本就是出賣 出賣陳情人的狀況 我覺得不是很好 那像局長也知道那個例子 有一個學生陳情法禁的問題 結果也是他被約談 而不是學校真的解決問題 我覺得學校面對問題的態度應該要改變 另外在補習的比例上 我們看到其實補習的是四成 九年級學生是51% 那法禁的比例上今年下降非常多 去年大概是80幾% 今年只剩下59.7% 顯示說遵守教育部規定的學校是變多了 那未來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比例能夠再持續下降 特別是國中的部分 法禁的部分是不是能夠再降低一點 那最後我們是有請學生做了一個升學壓力的製品 就是說你的升學壓力大不大 那我們發現說有67.9%的學生還是覺得蠻大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蠻極端的 我們發現說升學壓力大的學生 大概都是高中跟國中的學生 反而是高職的學生 確實在升學壓力上是明顯的下降 所以如果做好技職分流 我想對一些孩子來說 國中的時候早一點做技職分流 可能會更輕鬆一點 或者求學的路上可能在國中的時期 不會被逼得這麼緊他可以早一點 找到自己的興趣 那我相信局長也非常關心 就是營養午餐的美味程度 那其實這個部分是要肯定局內 雖然被覺得難吃的學生還是偏多 但是整體而言也是比去年進步 我不知道今年我們營養午餐到底有什麼變化 但是這個滿意度是一次增加了20 大概20%左右 去年覺得難吃的是變少 那或許有些改變 或許監督的更好 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有加強的空間 但是進步也需要肯定 那最後就是 其實我非常感慨的是 我們的很多老師其實私下都跟我抱怨 教師會的周文豪老師昨天也跟我講 他說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變安清班老師了 家長很長期的把這些責任 家庭照顧的責任都推給我們老師 那以國小來說 他的職責就越來越像安清班 國中我講的就像補習班 下課要幫學生補課 那高中也就類似這種狀況 那家庭的觀念其實就變得非常少 那我常常在下課時間跟一些國中生聊天 我就說那你們每天跟家長的對話是什麼 其實這些國中生大概最後都會說 回家的時候爸媽就說今天功課完美 考試考幾分 然後貼心一點的媽媽會切個水果煮個點心 然後不貼心一點的就叫他去睡覺 或叫他去念書 那大概就是家庭的關係變成這樣子 那我覺得像鄭傑本身 其實我也有朋友跟他是同學 他也是一個很很知憂的學生 但是他其實最大的抱怨就是 他的爸媽只在乎他的成績 從小到大 鄭傑的爸媽對他的關心就是幾分幾分幾分 所以最後就造成說 其實他以前爸媽甚至會限制他玩電動會有興趣 所以他最後其實是會自己發展出 他的一些偏激的思想 所以我覺得其實家庭教育功能在社會的一個安全網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家庭教育剝奪之後 其實像鄭傑這樣的案例 我覺得有可能還會再出現 對 接下來局長我想繼續談特教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講的案例是一個叫小安的一個學童 那小安這個學童他是就讀了楊梅的某個國小 那有一天他就哭哭啼啼的回家說被老師欺負了 那媽媽就到學校去了解說老師為什麼罵你 說你撒謊 那原來是因為學校有出一個作業 是要他記錄家長每天購買的一個東西 結果這個小朋友他其實不太會溝通 而且他其實注意力也不集中 所以其實最後聯絡部也抄得莉莉辣 媽媽也看不懂 那最後他就被老師就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教這個作業呢 他就說因為媽媽這幾天都沒有買東西 那老師當然不相信 就當著全班的面說你撒謊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其實不斷的發生 其實後來就是說很多客人老師跟他就發生不斷的摩擦 造成說他最後連就是上課要去尿尿都不敢 回到家之後都很害怕上學 後來家長了解之後才發現說原來在每個學期出的時候 每個孩子都會有自己的IEP會議 就是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的會議 那這樣的會議呢其實應該是每一個老師都要參加的 但是大部分的學校目前只有安排導師去參加 就是說真正會跟孩子接觸到的老師 比如說體育老師 自然老師等等的科任的老師 他並不了解孩子的狀況 就像這次跟這孩子發生這個衝突的老師 他其實連這個孩子有ADHD 有亞斯伯格的症狀都不知道 所以才會發生說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未來現在在桃園IEP會議 只有導師出席的情況應該要改變 因為這些不出席的老師 他是不了解學生情況的 我們希望未來在特教的評鑑 每三年一次的特教評鑑裡面 是不是能夠也讓這些所謂的一些 心理障礙的孩子的家長也能夠參加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所謂的特教評鑑 大部分參加的家長大概都是身障的家長比較多 那這些其他的特殊生的家長 情緒障礙等等的 其實在裡面能夠發揮的空間很少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 第一個就是IEP的活動 是能夠要求相關人員參加的 因為一個學期才半個小時 老師去了解一下孩子的狀況 我覺得合理 另外就是說 如果沒有參加 造成學生權益的損害的時候 應該要有相關的一些責任歸屬 那否則老師不去參加 他也沒關係 跟學生發生衝突 學生轉走了 他更輕鬆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教育的意義 我們是要幫家長一起來解決問題的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過的 就是特教會議的部分 那接著我要跟那個民政局講一下 就是關於社福的議題 這個跟社會局的業務 雖然在公所 那就是首先 我們先看一下一個數字 目前我們桃園的六都的低收入戶比例是最低的 是不是 但也是比較低啦 還不是最低的 目前我們調查發現 六都裡面 新北市是1.46 台北市是2.01 桃園是0.92 確實在六都裡面 我們是最後最低的一個比例 那是因為我們貧富差距比較小嗎 不是 因為是桃園我們的那個所謂的 家戶裡面的成年人口跟就業人口的比率是比較高了 還有那個自由住宅的部分 在我們自己去聊 我們自己的服務處其實常常會來一些民眾 他們會陳情 那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小凱 小凱是 他是一個小朋友 他的外婆56歲 媽媽30歲 然後外婆其實是受傷沒辦法工作的 家裡就只靠媽媽來上班 那有一天他聽鄰居說 公所可以申請低收入或輔助 他就跑到公所去申請 結果公所跟他說 你們家有一個一等親外公還健在 那是不是要需要他聯絡那個外公 聯絡上之後提供相關的資料 他才可以申請 那他們就很困擾 因為他跟外公的一個聯繫 是因為外公早期就有家暴的一些因應 所以他找不到外公 那他在其實在在收件的階段就被打回 那我們看到其實整個流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一些不符合的狀況 我們畫在這個圖上 只是更多的民眾 他是在收件的階段 他就被整個就被打回了 他就沒有辦法繼續再下去了 那目前我們桃園的低收是一級一審 也就是區公所在負責 那其實低收入戶要看一等親的資料 所以就像小凱他的家庭 他就沒有辦法聯絡上他的家人 那我們就實際上去問 每一個公所的處理狀況 以中立公所來說 他說要你記括號信聯絡一等親 那憑證公所的話 要記雙括號協助代調資料 農潭區公所的話 會要記純正信函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說 同樣的一個狀況竟然是 每一個公所的處理流程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對於這些弱勢來說 他還問我說什麼是純正信函 所以每一個弱勢民眾 他其實對於這些狀況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們反而是設了很多虛擬的門檻 讓他們要去跨越 那其實沒有辦法去聯絡一等親的原因很多啊 比如說過去是離異的狀態 比如說養父母的狀態 比如說家暴的狀態 就我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謝金燕要申請那個補助 要去聯絡朱哥亮的話 對他來說也是非常的尷尬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對這些家庭來說 這樣的聯繫其實是尷尬的狀態 所以我們發現說其實很多民眾 大部分就在這個階段就放棄了 他回去之後發現說他要去寄信 結果這個寄信之後 第一個聯絡不上 第二個可能也會害怕說 我寄了一個信之後 之前會打外國的外公 會不會又回來這個家 繼續酗酒繼續打人 所以這樣的狀況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未來這個狀況可以不用記系 其實我們的市府 已經有各項的一些的市政系統 比如說我們的免費健保的政策 其實在系統裡就可以調得出資料 是不是未來這些 對這些低收入戶的家庭 在他申請的時候 就直接幫他調資料就好 我們直接用系統調資料 簽一個同意書 這個同意書 簽完之後其實就可以調資料了 就不需要再叫他本身去聯繫 要那些家屬的存折等等的資料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就會出現一個隱形的門檻 讓這些弱勢 沒有辦法得到基本的照顧 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發現說 這些無法收件 無法代調資料 沒有有其他申請困難的家庭 在申請之後 其實並沒有直接的 承報給社會局 沒有承報給家福等等的單位 社福單位 那其實這些 其實他本身會去申請 就算不可憐 其實也有一些問題 也一些社會問題存在 但我們政府卻是沒有申請 就不去接 不去接受他的一個申請 所以最後其實 大部分的一些案件 這樣的申請案打回之後 他就繼續過他的可憐的生活 那也沒有人會主動關心他 孩子也沒有社會資源 所以我們覺得 這些案件是不是 就算是失敗的案件 我們也交給相關的單位去做一些了解 說這些家庭他到底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需求 不要變成說我人為判斷之後 我可能就阻礙了一些弱勢 能夠真的取得一些幫助的機會 那最後我們的建議就是在收件 低收資料的時候 應該要積極的協助民眾代調資料 而不是讓民眾自己要去找資料 另外就是 公所跟家福中心的一個轉案流程要更清晰 特別是在一些本來沒有辦法獲得幫助的人 可能我們要去幫他解決問題 那如果沒有辦法真的申請到中低收或低收 其實社會局的補助非常多 那個社工本我每次翻 其實大概都還能找到一些 能夠幫助他們的東西 那所以我希望未來 在這個部分能夠積極的來改進整個流程 好嗎 局長 是的 所以我們定期都有跟公所做的 設政聯繫會報 或類似低收中低收 這個複查審查的相關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社會局都有跟公所的相關同誠 做聯繫會議來解決相關的問題 那至於就是說 現在很多這些所謂弱勢民眾 申請這一項未過 其實我們都跟公所聯繫 希望相關的福利 它要是符合門檻 也就同步就會轉介相關的一個 服務方案的一些申請 所以這一塊我們一直在加強 對做市民眾的關係 謝謝局長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動保的問題 那同學局長 沒關係 作者沒關係 因為沒有要回應的地方 那其實在2017年2月 市長也在臉書上也都有講 我們之後要達成林菩薩的目標 其實很多動保人士 是非常感謝市府在推這個政策的 但是當我們要處理流浪犬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流浪犬其實是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氣犬跟走私犬 我家裡養的紅貴賓 跑出去走私了 這叫氣犬 叫走私犬 那放羊犬是什麼 就是你去大溪去復興鄉 你會看到那些鄉下地方 農家他會餵狗 但是這個狗晚上回來吃完飯之後 半夜可能就去找女朋友 到處亂跑 那又開始繁殖了 這叫放羊犬 那野犬就是說 我真的完全沒有人照顧的 我只是自然生成 自然生出來叫野犬 那其實根據國際的標準 要處理流浪動物需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 要用最大的資源投入 效益的方式來解決 像我們台灣過去的方式是 繁殖了又撲殺 撲殺了又繁殖 這種其實是沒有辦法 真的徹底解決問題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處理流浪動物問題的時候 要先了解他整個區域的組成 這些流浪動物的組成是什麼 是棄犬還是放羊犬 那舉例來說 以台北市來說 野犬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野犬 大部分是在一些像 陽明山等等的地方 那市區的部分比較多的就是 走私犬跟放羊犬 那鄉下的部分 特別多的叫做放羊犬 因為像大西復興這種地方 你需要看家 但是你又不想把他綁著 他就會到處跑 那也都沒有結紮 這叫放羊犬 那面對這三種不同的犬隻 其實人道處理的一個流程 是不同的 第一個呢 棄犬 棄犬跟走私犬 我們要追究的是 世主的責任 你為什麼沒有植晶片 你為什麼沒有結紮 我們要叫世主去了解 那對於放羊犬 我們要去找到這個放羊犬的主人 然後跟他說 你的狗狗每天在外面跑 會生很多其他的流浪動物 是不是可以幫他結紮 那透過下鄉的一個結紮 其實就可以讓放羊犬的部分去解決 那我們之後也要去主動的追查 這些狗狗 後續有沒有再繁殖 另外呢 對於野犬的部分 也就是野狗 最好的方式就是TNVR 也就是先捕捉之後 第一天質詢 我就跟局長有報告 就是捕捉之後 我們把它用疫苗之後再放羊 那為什麼要疫苗 因為其實狂犬病最近在台灣已經開始流行 所以如果沒有做一個狂犬病疫苗的注射的話 其實也會有產生狂犬病的風險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桃園的一個捕捉安置的流程 我覺得相當不錯 唯一缺失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結紮的部分 是不是 如果是 不是沒有人養的部分 掃不到晶片 是不是就主動結紮了 這個部分可以去來思考一下 另外就是說 目前我們收容所的現況也是還不錯 認養率也很高 這些數字其實都獲得很大的肯定 那在去年我們也看到 動保處其實相當的努力 在違規的寵物繁殖場 還有虐待動物的案件 其實過去都沒有這些查契的數字 在去年其實是做得相當好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更好 那當然在流動動物捕捉的時候 我們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 已經TNVR過的野犬 你要不要抓它 還是民眾打個電話就被抓了嗎 還是這個狗狗要去評估說 它是不是有攻擊性 那我認為是 以攻擊性的優先 如果它已經TNVR也不會繁殖了 那其實一般的流浪動物 聽了很可憐 但是大部分的流浪狗的壽命 平均大概一到兩年 它就會自然被車撞死 或在野外餓死等等 所以其實他們壽命是很短的 只要做了一個TNVR的話 繁殖的機率就非常低了 那我們都知道TNVR能夠減少相關的一個數量 那TNVR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有去查了一個研究報告 等一下呢 這邊不方便講完 等一下我再提供給局長 帶回去給動保處 那這個研究報告其實還蠻清楚的 那另外其實我們目前動保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認養率的民視 其實動保處持續的在追求高認養率 只是在認養率的狀況之下 我們發現其實有很多的狗狗 牠不是真正被收養 牠是被送到私人的犬 犬肢的一個收容所 那這個私人犬肢的收容所 轉送的過程跟轉送後續的一些追蹤 其實是缺乏的 比如說嘉義彰花冠現場那邊 就發生一個轉送的時候 有40隻狗就悶死的狀況 像這種事情其實如果 就算你已經送出去不是市府的責任 但是在轉送的過程中 如果還是發生狀況 其實也是會對市府的形象造成影響 對而且也會造成民怨 所以其實未來在 出了你的收容所之外的這些犬肢 其實也要追蹤一下 特別是一大量取得犬肢的一些狗場 是不是真的有好好的照顧 那另外就是前一陣子我們也看到了 新屋送所出現那個外面下大雨 裡面也下大雨的狀況也上了媒體 那其實動保人士也是批評蠻多的 那我知道其實動保處其實是 新屋的那個動保園區是老舊的 所以目前也是有一些整修的一個部分 所以未來希望在環境的部分能夠再增加 另外就是人員真的是很缺乏 我看園長真的很認真 但是其實他能夠調配的人力是有限的 是不是在動保的人力上能夠更多 否則其實對狗狗狗的照顧啊 青大便什麼的人力其實都不夠 其實還是蠻臭蠻髒的 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再加油 那未來我們在2017年 到底要怎麼達到有望動物靈菩薩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持續的追棄兒帆之長 另外就是要勸導 轄區內的一個寵物業者 盡量的減少活體的販售 另外就是我們要落實TNVR 然後特別是要去了解犬肢的組成比例 然後去對症下藥 第三個就是要精確的捕捉 如果已經TNVR了 這些犬肢已經都被劫渣了 就不要抓他了嘛 因為他一兩年內其實自然就會被社會 這個生態淘汰 就讓他直接在野外直接被淘汰就好 不用再捕捉到我們的瘦龍縮裡 造成過多的一個那個 最後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補充人力 那這個補充人力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是不是我們國內的獸醫系有一些學生 也可以邀請他們暑假的時候 或者實習的時候 能夠過來我們的收容所來實習 實際的第一線接觸全職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們要有更多的出養選項 那比如說我到那個志強國中 我就看到他的校圈有一個中措生在照顧 那個校長就跟他講說 你每天你都要餵喔 如果你明天中措的話 狗狗就餓肚子 後來校長跟我講 那個中措生每天都來上學 因為他擔心狗狗餓肚子 所以其實一個小流浪動物在學校 他可以扮演的角色是很好的 所以其實學校好好的善用他 其實是可以造成一些良性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再拜託局長 在明年之前再做到 謝謝 那局長接下來我們來提那個錄評的問題 那根據研考會跟我是總理人民調 其實市長在大部分的施政上面 都獲得民眾的肯定 不管是社福還是其他的政策 民調都是持續的攀升嘛對不對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在錄評的部分 其實民眾是並沒有那麼滿意的 那其實我也 我覺得其實市府也是有努力啦 就是很多錄評也是真的在做 但是其實錄評這種東西就是說 我今天已經做到50分了 明天民眾就要求60分 然後60分之後又變成60分為基準 所以永遠民眾都沒有辦法實際上滿意 那希望就是市府這邊能夠拿出一些想法 就是說錄評要怎麼來做 那首先是我們最近就是有特別去詢問 管挖自治條例的設置喔 其實在剛哭好又亂挖這個狀況 是民眾最不能接受的 那這麼不能接受的狀態之下 我們發現今年我們桃園的管挖自治條例的修正 還是只有一年的進挖期喔 那我不知道局長為什麼當初是設定一年 跟一桌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桃園這個狀況變成是稅修之後呢 我們現在道路下方的挖掘需求還是很高 那反而我們認為是說一年把它做好就不容易了 更重要就是說把接破式開挖概念先把它融入 這樣子可能才能夠去執行 因為事實上喔 最重要就是說在這個稅修前的整合 那稅修前的整合如果做好 那這個一年就可以把它做到 那同時呢 稅修民眾就像您所說 民眾很期待說趕快做稅修 但是這個稅修前的整合 比如說建商它就需要各管線單位 比如說自來水台電 可是自來水台電 我們看一下其他縣市的狀況 其實六都來說 台北都做到三年 台南都做到三年 是 桃園才一年 台中才一年 我們是比較短 雖然我們的一些管溝的設施是少的 但是其實兩年 我覺得兩年一年半兩年也是比較合理 因為畢竟都已經升格了 我覺得還是不能跟過去一樣 不然一年內又挖民眾的觀感真的不好 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調查了桃園的中立的爛路排行榜 這次也是透過我是中立人做一個大調查 發現環中東路是第一名的一個民怨來源 第二名是浦中路 第三名是中正路的三四段 那環中路跟浦中路其實是同一標 因為環中東路其實過去本來就已經要做了 只是後來因為台電的工程又延檔 那浦中路也就因為這樣子被綁在一起 所以這兩件事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未來跟台電的聯繫上能夠更順暢 而不是說每一次都因為這樣子而延檔 當初也答應民眾了 甚至環中東路要改善的牌子都掛在那裡了 又空歡喜一場 其實我們都可以接受你的解釋 議員都可以接受 但是民眾能接受嗎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市府沒有那麼多溝通的能力 可以跟每一個民眾溝通 所以未來要減少這些流程 才可以真的改善一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民怨來源 有一個是龍岡路 那龍岡路為什麼會有很民怨 因為它的拓寬工程真的是delay非常久 那其實我們過去就發現說 市府為了要追求減採 或者之前的一些錢草為了減採 或其他的需求 他會把工期故意壓得很短 好像明年就要通車了或什麼的 但是其實顧問公司有時候告訴他說 沒有那麼快啊對不對 所以未來是不是在設定流程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這麼急 例如龍岡路當初顧問公司 是建議要施工的期間是兩年半 最後是寫一年 那當然最後還是兩年半 所以你要相信專業 你不用去追求所謂的減採的時間 你要把時間抓好 那包含之後我們也看到第二期施工 第二期施工也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管線都已經了解了 是不是就不要再發生這種delay的狀況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 所以未來這個陸屏的議題 我相信真的很重要 對明月也是非常重要 那這兩年再拜託局長 在這個議題上多多努力 謝謝一座關心 跟指導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 那最後我們來談一個文化的議題 局長好 我上次有跟您提過這個小劇場的概念 對黑盒子 一個小劇場的概念 那什麼是小劇場呢 小劇場它叫做 就是上次有講過是Black Box 它是一個黑盒子劇場 那很多人可能會說 那像這樣的一個劇場的空間其實很多啊 平正社交館也有 中立藝術館也有 真的有很多表演的空間喔 但是黑盒子劇場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不一定是一個舞台朝下的一個概念 它或許是舞台在中間 舞台在旁邊 因為其實藝術也是需要實驗的 藝術也是需要去演練的 那黑盒子劇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很多演練的機會 有很多變化的可能 就或許今天舞台是在你的頭上掉下來的 所以這些變化的空間是需要的 但是在桃園 我們目前是缺乏這種 專業型的一個實驗劇場 小型的黑盒子劇場 那事實上今年 在世界 在台灣的各地的一些縣市 它其實都在這個劇場上面做很多的苦心 比如說我們看到台北的水源劇場 或者很有名的孤嶺街的小劇場 台中這些的劇場 台南的原生劇場 高雄的博二的劇場 嘉義的表演藝術中心 基隆也有一個導演 島嶺實驗的劇場 其實各地的小劇場的一個設置 其實都是持續在做的 那最近呢 新北市也在打造新的一個 淡水的德立世紀洋行 它也在把它打造成新的劇場 另外就是台南已經有這麼多 已經有三個小劇場了 台南的表演其實還是找不到場地 它還是會很急 所以大部分的這些表演團體 他們在表演的時候 比較小型的表演團體 就跳過桃園了 除非文化局特別的邀請 不然他們根本就不會來桃園表演 那我們的小劇場在哪裡 目前桃園呢 我們只有很大的展演廳 比如說桃園的展演廳 那我也就跟這些劇團的人聊天 我就說那你們來桃園表演一次 你為什麼不願意 就是直接到藝文特區啊 我們的桃園的展演廳去做表演 他們說從前面的一個排演的冷氣場地的場租 到真正演出到後續的一些整整體的一個 甚至停車等等的問題 他們整個算起來光表演跟預演就要成本就是50萬 這還不含這些表演團體 他們需要的一些薪資等等的費用 跟工作人員的費用 所以來桃園一次就一兩百萬起票 所以對他們來說負擔非常大 或許他們需要的場地只是兩三百人的場地 但是最後這麼大的場地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方便使用的 那其實我們的文化很有潛力 所以我希望是跟局長這邊跟市長這邊來討論 是不是未來我們能夠設置第一座小劇場 那我們也我也派助理 然後親自到一些地方去看看哪些地方適合 那雖然我們發現我們市府的一些公有的設施是不適合的 但是有一些私有的設施是可以去跟他爭取看看的 第一個比如說像心靈劇場 過去在中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劇院 那裡面其實空間還蠻好的 他很適合而且大小也剛剛好 另外就是大東戲院前幾年還在營運 裡面還很新耶 你看桌椅都是新色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他們合作 我們來市府來乘租 然後透過他的一個場地 反正也在閒置 我們來做一些新的規劃 另外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我們未來才會有一些新的表演的空間 另外就是說我最近也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資產其實都是委託一些OT出去 委託外人在經營的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發現這樣的狀況 其實這一地團體我們都有一再的去邀標 拜託他們來投標 可是譬如說我們的亞美故事館 我們也分別拜訪了當地的很多的企業 或者是民間的這個文史工作團體 可是到最後我們在等標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來 但是我們等標在這個行政法規上有一定的期限 萬一有人來這個投標了是YD縣市 但是他的資格符合我們還是要接受 就是說揚美故事館也是這樣的情形 包括七七 去年我們的那個中立的中平故事館才那個 然後我最近去或者最近經過 其實真的都沒什麼人 其實當初其實還蠻可惜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規劃他 也做得不錯 但是實際上經營之後 因為可能不能煮東西 沒有咖啡 就沒有一些比較動火的東西 就不能用明火啦 對不能用爐火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整個後來經營都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發現說後來這種文化建築 拿去OT之後會出現一些狀況 第一個就是真的經營者都是外地人 他跟在地的情感是不大的 比如說中平故事館經營者也不是中立人 所以他不太了解中平故事館真正背後的意義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說最後是變成消費場所 我是進去買明信片的 我是去蓋章的 我是去喝咖啡的 真正的一些意識的意涵不見了 比如說我們在台南就有一個監獄 然後監獄最後變成餐廳 那其實他的歷史意義其實就沒有了 當然是已經活化了 但是歷史意義的傳遞其實就變少了 另外就是一個條件的門檻過高 對你剛剛說很多的在地的藝文團 你不願意來投票 其實因為你門檻拉得很高 對他們來說 我沒有那麼多資金跟你合作 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像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 像目前日式建築的宿舍你們規劃是要OT嗎 你說那個日式哪裡的日式宿舍 中立國小跟中立人哈局 對現在還做可行性評估 那也不排除我們自己經營 也不排除自己經營 那我就提出一個概念 叫做以住代戶的概念 我們希望能夠成立桃園義文人才基地 那像馬祖新村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在有部分外包 但是其實也可以部分做 對我們就是馬祖新村是這樣子 沒有錯 台南的局長應該知道這個 台南的這個聚落 就是他是把一些過去老舊的歷史建築 稍微的整修之後 提供義文工作者來進駐 那有這些不限國籍的人 他只要對藝術有興趣 他只要負擔水電費 他就可以用一間 那週末的時候你就看到很多年輕人 去這邊體會藝術 去了解藝術的一些資料 另外就是比如說像是高雄的博二的大衣倉庫 也是這樣子 或者像我們在 我去年跟那個都發局 我們有去那個工廠再生的案例 對不對 我們跟都發局長 我們有去國外看一個工廠再生的案例 人家也是把老舊的工廠拿來做藝文的一個展演 那進去裡面也是非常多的一些 藝術工作者在裡面做一些比較獨有的創作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們也可以來考慮 另外就是像是高雄的這個黃埔新村 如果你願意去住 那他其實就可以補助你一些金的一些金額 讓你可以整修有冷氣 之後一些老舊的眷村就活起來 因為沒有人住的地方 沒有實際上在使用的地方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不好 很容易就是老舊掉 那未來我希望就是桃園像是白馬莊的中立高中的宿舍啊 或者在家商的那個宿舍等等 未來是不是就可以來整合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夠吸引一些文化人進來 或許我們是否飆到外面去比較賺錢 但是真的讓這些文化意涵進來 我覺得創造一些空間或許才是比較好的方式 這我們會來研究 好 謝謝 我來說一下 這個質詢是很有價值喔 那麼文化設施的委外營運 那麼目的應該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讓他設施能夠更有使用效率 那目前我看到中立故事館營運的績效是不好 那我請文化局專案研究 如果這個團隊沒有辦法到達預期的目標 是否要協調解約 那這個請研究合約的這個 然後如果說其他的文化設施 那麼也不一定都要OT 都要委外 其實我們真的自己營運的話 也有他的那個營運的這個掌握度 那第三呢 這個藝術家住村喔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其實是要自己來做的 那不可能說委給一個單位喔 讓他招募藝術家 我認為未來如果藝術家住村的計畫 還是要有文化局來主導 市長最後我想請問一下喔 為什麼我聽說民進黨在阻擋那個綠線捷運 是不是為什麼那個段儀康委員要阻擋綠線捷運 那個段儀康委員已經在臉書上公開說了 他說他沒有質詢過綠線捷運 也沒有到過警服工 那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抹黑啦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傳言其實本期也有聽說啦 不只是詹江村議員有質詢 其實在桃園的一些朋友 大家都這樣以為 那我本來以為說只是詹議員一個人說 只是後來我在民間也是聽到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這很嚴重 因為有個立委把他寫臉書啊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對民進黨的執政產生很大 就是民進黨是執政黨 我覺得這樣會產生非常大的誤會 其實這個事情本來段儀康不知道 那因為議會質詢了 那麼他在 他看到議會質詢的錄影帶 那麼他特別的說 他從來沒有質詢過綠線捷運 也沒有反對過綠線捷運 更沒有到過警服工 其實我當時我已經有回答 我說開張聖王也希望有綠線捷運 所以這個綠線捷運 當時延宕的原因是綜合規劃 沒有過關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國發會 來討論綜合規劃 那並不是因為文化資產的保存 也不是因為環評 那所以我想這個議員的質詢的資料來源 是完全錯誤 因為我後來去查詢的結果是這樣子 是因為有一個立委 有這樣寫 那我想議員 我相信他也是無心之過 因為他信任立委這個臉書的寫法 那我覺得這叫以而傳而 以而傳而 那如果這樣無限擴大的話 段利康沒講過這個話 下次也許會再變 因為市長像這樣的謠言其實還不少 像我們中立地方上也會有說 前朝本來要規劃什麼公園 然後等到鄭文山上台 因為這邊比較藍這個公園就消失了 像這樣的傳言其實有時候 這個也是造謠 比如說 對 常常都有 比如說 這種我認為喔 地方上 不要因為說 這個 意見不同 意常不同 就衍生 好 謝謝喔 好 時間到請坐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請 吳春芳議員提出總執行 40分請開始 謝謝 謝謝副議長 那個市長還有各局處的長官 主管 在座的所有的議會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 然後 那個 市長 真的是天佑桃園 桃園市 在昨天的一個大椅之下 我們山區也沒有災情 然後都會區呢 雖然只是個淹水 這個可以顯現出 我們的工程的一個 一個缺失 我想說 及時的補救 我想這個對我們 民眾來講 應該是一個非常 有福氣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知道說 他的工程的缺失在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說 真的要感謝我們的 上昌 以及我們的天主 保佑我們整個桃園市 那個 我就 我今天的總執行來講 我想幾個大方向來講 那個市長 你也知道 我們桃園市 岩住民的人口數 有六萬八千多人 對不對 六萬八千多人 一直在慢慢地 遞增還是遞減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能一起 因為 從我的那個 主機制給我的那個 統計包裡面 我們 岩住民最高峰的人數 最多的是在 十五歲到十九歲 十九歲 這個年齡的階層 然後一直晚上的話 就一直遞減 到六十五歲以後呢 只剩下兩千人 兩千人左右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顯現得出來 我們原住民在 年老的時候呢 非常的衰退得非常的快 所以說 在過去 我們也知道 我們原住民的老人 在過去都是從原鄉 從台東 花蓮屏東 一直到桃園來謀生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他在我們桃園市 在過去的桃園縣來講 已經是非常貢獻很多的一個 一個心力 犧牲了他們的家庭 犧牲了他們的財產 犧牲他們的生命 犧牲他們的健康 所以說到年老的時候呢 我也希望說我們桃園市政府 能夠秉持著一個 敬勞尊賢的一個心態 能夠好好的照顧這些老人 雖然他們在晚年之後呢 他們有一個 老友所中的一個福利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也知道 那個社會局 因為我們也知道 我們那個原住民的老人 老人生活津貼 中央市只有補助到 55歲到65歲 65歲以後呢 如果你沒有參加這個 國民營禁的話呢 等於說你這個 3500塊的老人津貼 就斷根了嘛對不對 就等於是沒有了 就沒辦法接續 所以說很多的老人 雖然這個只有虛虛的 3500塊錢 我上次也提到過 我不曉得是我們社會局 這邊的反應怎麼樣 而且這個怎麼樣的 照顧這些 2000人左右的老人 讓他們在後續的晚生 晚年生活當中 有更好的一個保障 那個局長 跟AE做報告 類似像長期照顧的這一塊 其實就是65歲以上的老人 可是針對55歲到64歲的 原住民地區的原住民 仍然就是符合這個 所謂長期照顧的一個 那65歲以後呢 65歲他就是老人 老人在我們社會局長 65歲以上 他是不分族群 不分種族 我是希望是說 因為人口數只有這麼少 只有2000人左右 我希望說市政府這個器塊 能夠用我們的公益 產生基金的引誼 因為這個公益 產生基金的引誼 不是我們市政府的一個收入 對不對 這是透過我們弱勢團體 原住民一些弱勢團體的一個收入 對不對 我希望說 那個錢能夠花在刀口上 既然這個是引誼的話 再像今年的話 我們是 給我們桃園市政府 大概有9億多的一個 一個預算 對不對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不曉得當時 我們社會局 給我們延民取的這個預稅 只有不到800多萬而已 我是希望說 能夠把這些引誼的十分之一 能夠用在我們老人的 生活今天福利上 我想這個對我們原住民老人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得證 所以說 也希望說能夠好好的做一個生思 既然沒有用到我們桃園市政府 市政的預算的時候 我希望說能夠用這個 這個預算來編 來交換我們的原住民老人 你給市長你的看法呢 你這個質詢應該是比較屬於 中央層次的一致性的政策 那原住民的老人的定義 我們從55歲開始 所以我們各項的福利措施 也是從55歲 那現在是說55歲到65歲 是領取3500塊 那65歲以上的老人 是不分族群 不分背景 那一律用國民年金來涵蓋 那如果說 國民年金的生活津貼之外 要另外原住民要另外加碼的那個津貼的話 這要全國一致政策會比較好 那個市長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沒有錯 這個錢 55歲到65歲 或者是非原住民的老人是65歲以上 這就是中央的錢 不過中央的部分 很多的立法委員也在提案 也希望說能夠延續 我們原住民留65歲以後 能夠繼續支禮 我來行政院院會我來講 我想說 能夠在這段這個 中央海面執行的當中 能夠好好的 就是說用我們自己的一個 公益產線的基金 來加回我們的原住民好不好 中央跟地方一樣都要編預算 我來行政院院會講 因為這個是 這種型的政策是全國一致的啦 那原住民的老人退休制度的話 這個是全國一致的政策 我來院會講 好那就麻煩那個市長 我想說如果說 中央在還沒有執行的時候呢 在這個窗口期間 中央不一定會執行 因為他要用國民年金 我跟吳議員報告 中央並不是政策已經決定要執行 有空窗期 他會討論說國民年金的涵蓋度 因為國民年金不分族群的是每個人都有 這個國民年金跟這個老人 今天是完全兩回事喔 市長 這個國民年金是我們有那個 有付費的喔 是百姓有付費 然後那個老人生活 今天是沒有付費的 就是完全有政府來支付給這個老人 我想說這個希望市長 能夠好好的做一個 我來跟行政院院會來討論 好 謝謝 那個局長 那個市長你請坐 那個局長 那個林局長你也請坐 那個關於那個我們那個 公益財政的建商對不對 目前有多少戶 公益採券的券商 我現在細部的資料 我是不是會後再提供給你 好 我也希望說你能夠提供給本席 是說歡迎我們就是 原住民的那個 建商的那個柱子 提供給本席 希望我們有能夠關心這些建商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怎麼樣的報導他們 怎樣他們關心他們的那個 營運的一個方式 到底對不對有沒有賺錢 我不曉得說那個社會局 這個地方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關心 我知道也有這個所謂的職業工會 公益採券的這個 券商的這個職業工會 我知道 你的職業工會 還有那個 中國信託對不對 他那個採券行 我想說我們政府這個器塊 也一樣的抱著一個 不要光拿錢嘛對不對 而不關心他們 是不是 我希望說我們社會局 能夠好好的重視 這些建商的一些 他的那個 生意的那個 賺錢 或者是說 盈虧 盈虧 好不好 是的 好那個 那個名策 那個住址提供給本席 好不好 還有你剛剛講的那個 建戶有多少 好 那請坐 好 林局長 那個我們原住民的那個 幹部組織 已經多久沒有修了 從桃園縣到桃園市 目前我們已經開始在修編中 我們在八月就會完成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的編修的重點 是針對 三研跟平研之間的比例 所以說過期都是以平研為基多的一個組織 這一次我們應該是用三 目前的比例是 我們的人口比例是2比3 所以說將來我們三研跟平研的比例 我們會做一個調整 我是希望說好好做一個規劃好不好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升職轄市了 對不對 所以在職轄市的時候 也希望我們的幹部的一個組織的條例 能夠修正 我想說用那個 你們的那個行政材料權 來制定你們應該要走的那個條例 對不對 不要說聽所有的一些幹部 因為他們畢竟他們的認知 但是他們的那個法律的嘗試並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 充足的時候 我希望說我們那個 嚴明局 能夠用那個 工權 不是 那個行政材料權 能夠好好的制定這個條例 讓我們那個條例能夠更周全 因為有更過去的那個 桃園市的組織條例裡面當中 有非常多的一個缺失 已經 我們已經生個一年多的時間了 對不對 我想說能夠趕快 近期的召開這個 原住民的幹部的那個 諮詢條例 一個組織的辦法 我希望說 在幹部開會之前 我想說做一個前置作業 結合我們幾個原住民的議員 跟我們做一個商討 看怎麼樣的 把我們這個幹部的組織條例 能夠做得更周全好不好 包議員 我們的草案已經差不多已經擬定好了 我們的要點草案已經 最近我們會邀請 一座共同來針對草案做一個編修 好 那你就 另外我們會訂定一個考核的機制 因為過去都沒有一個考核的機制 這樣的話我們才能讓 讓我們的組織更為賤錢 好 那想說那個進行數安排個時間 接合我們幾個議員 原住民的議員 或者是關心我們原住民議體的議員 都讓他們參與 即是廣義嘛 對不對 我想說 這部分這樣就加會我們這幾 研究民的幹部 這樣的話更周全 而不是說有樣學樣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提到這一點 我想說那個 因為我們的幹部裡面 因為都是從原鄉到這邊來 所以他們對自己文化 資深的文化的認知 並不是非常地了解 我希望說在透過這個組織條例的修正之後 能夠讓他們更了解 什麼叫做組織幹部的條例 好不好 我想說這個是有嚴明級來做一個主導 讓我們這個 用那個 採量權 讓這個組織更完善好不好 這一定按照議所的指示 我們儘速的召開這個 後續的草案的修編 還有一件事情說 關於那個 我們的族群委員的條例 有辦法 有修正了沒有 還是已經改選了 還是已經清點了 目前我們的組織 怎麼離選 已經在 在我們 升格之後 我們的主群那個部分 已經被 因為廢止掉了 我想 目前我們會融入在我們的 我們的事務幹部組織裡面 來做一個 重新的研究 這個族群委員 我們 桃園市一直號稱說 我們有十六大族群對不對 都在我們桃園市裡面 但是我看不到我們十六 十六族群的那個委員的代表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身份 他們的認知 他們的文化的一個知識 我想說 而不是像過去這樣子 用清點的 我喜歡誰 我就清點誰 而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要有他的一個 族群的一個 族群的所有的那個族人的認同 的推薦 推派 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人 而不是說 我喜歡誰 我就點誰 我想說這個 這個材爛錢 而不是自己搭到說是由 我們各單位的主管來清點 對不對 我想說這個 這個局長利益 應該要好好的 升職這個問題 好不好 因為很多 在背後很多我們的主任 都在講 他怎麼可以當我們的 那個代表性的 一個主任的代表性呢 我想說這個部分 能夠釐清這些 能夠排除這些 這些遺利的時候 我希望說我們這個組織 一定要組織的條例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善 好不好 OK 這部分我們會針對 知情委員的部分 我們在一定會經過一個公平公正 跟推薦的方式來辦理 好 我也希望說這個族群委員 比照同目一樣 他們也有津貼 那不然你請他們來 參加活動來的時候 他們 請問那個局長 他們有社馬費嗎 他是出席 只有出席 出席的時候會給他 出席嘛 對不對 我想說他們的地位 是非常崇高的 其實應該是比同目更崇高 並且他是代表一個 族人的一個 一個形象 對不對 族人的一個地位 我想說 也希望說在那個 經費允許之下 能夠有比照 在我們的那個 原住民幹部 政府組織條例裡面 也邊列進去 也考量進去 所以他們也覺得 非常的驕傲 他們想說 我幹嘛當族群委員 我念當頭目 頭目是一年直辦一次活動 就封年紀的時候 召集人 對不對 還有一個四個封年紀的召集人 所以我想說這個族群委員 他是代表一個 族人的一個精神 精神的一個指標 希望說那個 政府這邊能夠重視 我們族人的一個代表 好不好 連選的時候要非常的慎重 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 這一屆的 原住民生活協經會跟頭目是 102年到105年 那我們 今年在做作業 那會來改選 那 所以 沒有清點的問題 那這改選的辦法 我請那個 原民局要注意到 族群的代表性 那也許 16族都有 因為族群的聯繫 仍然很重要 那同樣的 原住民的事務諮詢委員 也要考慮到族群的代表性 那這個其實 這個精神在中央裡實際 是一樣 那麼中央的原民會 也是要考慮到族群的代表性 那當然有大族跟小族的差別 那至少要保障到一個以上 讓每個族群都有代表性的委員 那這個部分 除了出席費之外 那麼可以請我們原民局 在明年編列車馬費 謝謝市長 因為避免說 諮詢委員的位階比較高 那反而沒有像頭目津貼這樣的 這樣會造成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對 造成很多的聲音 對不對 我想說他們也是 也是奉獻為族群的活動 來犧牲他們的那個 車馬費的名義 他們有沒有參與他的活動 有沒有穿他們的衣服 他們是著裝 著我們的 著阿美族的服裝過期 對呀 那就不對啦 對不對 族人各區的頭目 而且是他們是不同的頭目 有排歡族 有盧凱族 有泰雅族 對不對 其他的族都有 你去參觀的話 而不是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我想說 如果說他們去觀摩的話 是完全是當觀眾一樣去參觀 他們到底他們的那個 其實活動是什麼 而不是去參與 我想說如果參與的話 他是那個 承辦單位是有津貼給他們的彩隊 我不曉得說 這次的活動當中 我們圓民局有沒有派人去 這部分他們是以社團的名義 來申請說去參觀 我想說社團的名義的話 我想說也是受到 我們政府的一個監督 對不對 我希望說最起碼最起碼 你們派一個人去 就瞭解到底他們在辦什麼活動 這樣子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花蓮的縣議員 我的表妹 她親自打電話給我 為什麼參與的人 不是他們花蓮縣的頭目 而是遠來桃園市的頭目去參與 他們這個活動 所以說我覺得他們也覺得非常的納悶 是不是 你們是參觀呢 還是參與呢 這種要七個 我想說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我們 延民局 我們桃園市非常的有錢 比花蓮縣有錢 不過錢也不是這樣子花的 我想說 觀摩跟參與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說我們 不管是任何的局勢 辦活動的話 如果超過十萬塊錢以上的話 我也希望說 能夠派元去參與 而且要 事後要有報告 做這個報告 這部分我們做檢討 假如說 超過十萬塊錢以上的 我們就隨隊參加 好啊 這個是要做檢討的 我想說 不是只有我們那個延民局 我想說其他局勢也是一樣 比如說辦理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呢 才知道說 我們到底去參觀這個活動 去辦這個活動呢 才是有意義的嘛 那就請坐 那個 那個市長 那個復興區 是我們整個桃園縣 土地最遼闊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也是好山好水的一個地方 也是我們桃園是值得驕傲的一個區 對不對 像水蜜桃 不管是水果 或者是水質 地質 都在復興區 在國外也 在國際上也非常的有名 我希望說 在過去 當然 過去的議員 過去在山區的議員 大部分都是後山的 這樣部分慢慢有一個前山的議員 當然 我也希望說在後山應該也開放的差不多了 我想說 把重點開放在我們前山這個區塊 而且上次那個蘇智翔議員也提到過 關於羅馬公務這個區塊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開發的景點非常的多 其實它真正值得開發的 除了我們羅浮區的那個溫泉之外 小烏來的那個溫泉 或者是它的什麼天空步道 或者是什麼 什麼那個天橋的部分 當然這個天橋的部分 我想那個市長 那個是從那個老溪口 應該是叫做舊溪口 修建成為現在新溪口的那個吊橋 對不對 一直到通到我們那個腳板山 這個風景是非常的漂亮 當然 之前我有一個構思想說 如果說我們在先到這個高繞 高繞一領這個區塊 如果沒有好好的做建設的話 我想說做一個一個橋 跨湖或跨庫的一個橋 新建一個橋 因為在過去我們常常跟那個工務局 管理局 還有我們農業局 這個區塊一直在 在關心這個島 這個區塊 因為過去在還沒有新建水庫的時候 有很多的基民 當然包含非原住民 跟原住民東西都在那裡 因為做了水庫之後 把他們的所有的那個農務 農務的那個通路 全部斷掉了 等於說是已經沒有路了 所以說怎麼樣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政府要一個出面 已經過了二三十年 我想說 一幾年到二三十年 也希望說能夠開一個農路 因為工務局說 沒辦法 它不是公路 變成農路 他們的那個 所種的那個 種植的那個 農作物嘛 像那個 柜竹筍 或者是竹筍 或者是綠竹筍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通用 因為以前那個 有一個里長 他在那邊開墾 他是非原住民 他是跟原住民 乘租那塊地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還可以走一兩個小時的路 那現在呢 年紀大了六七十歲 他根本走不動了 他說能不能開個農路 讓他的那個農作物 可以有效的運輸出去 而且呢 他們也希望說 原住民的部分 他們也希望說 能夠住在他自己的老家 而不是千里離開他的一個家鄉 這樣的話 因為沒有交通嘛 交通是我們整個 一個建設的一個樞紐 如果沒有交通 做一個鑰匙的話呢 這個地再漂亮 再好的話呢 再有價值的話 沒有路的話 這塊地永遠是 實際成城 而且沒有價值嘛 對不對 我是希望說那個 市長 能夠 能夠好好的 能夠關心 好好的能夠籌劃 怎麼樣的來 來興建我們前三的這個 好山好水 然後耳不濕 讓這些過去 住在這邊的一些農民 一些鄉親族人 受到非常多的委屈 我想說他們 政府已經對他們 已經非常的 非常的抱歉 我想說 作為我們現在的桃園市來講 能夠有這個 盡到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心力 讓他們感受到 政府真的有在關心他們 好不好 好那個羅浮小屋來 還有西口吊橋 這些建設都是在前山 所以沒有分做前山後山的差別 那羅馬公路這一線的觀光 我是認為很有價值 那這個部分 那個上次也有議員提出質詢 希望能夠發展藍色公路 能夠利用石門水庫的這個 這個船運 能夠讓對面能夠設置浮動碼頭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那至於說仙島的聯外交通 那我請公務局再研究一下 因為那個地界是屬於 他過去的地界是屬於新竹線 那個新竹線跟桃園市 對不對 當時那個相關的那個局處 也有講說 我希望說能夠透過中央跟地方的一個結合 還有新竹線的一個結合 怎麼樣能讓這個路能夠通 好不好 這個產業最重要 要不然 它那主要的道路是在新竹線 我們來協調看看 能不能夠有產業道路的設置 婉然 我想說這樣子的 這麼好的一個區域 我們只能眼傷含笑 因為很多人到石門水庫去 那個島怎麼那麼漂亮 怎麼沒辦法進去 對不對 當然是有那個水路 水路的話 它那個是營業船 對不對 當然一些農民的話 他們是一個農物船 這個農業局非常的清楚 我想說 那個 農物船的話呢 它最多只能載六個人 而且是要單地的民眾 才有這個資格申請 一般的話是沒有辦法 我想說 這個水路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住 也要關係到 其實裡面還有人住嘛 對不對 還有人住的話 我想說如果說是 遇到颱風 遇到他生病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我想說這部分多多的關心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市長請坐 那個教育局長 是 回答老問題 是 那個我們原住民的完全中學 進度怎麼樣了 跟一座說明 原住民的這個完全中學 現在有進一步的發展了 那在1月30號已經公告實施 將大園客戶園區的文小一的用地 變更為文高的用地 那目前籌備處呢 正在仔細的評估 已經通過了是不是 對已經公告實施了 對變成文高用地 那現在籌備處 正在這個評估整個概算 也要向教育部爭取工程的預算 那在這個過渡期間 我們大西高中 市立的大西高中 明年會先開一個原住民的專班 那會融入原住民的文化課程 我想說那個原住民專班 能夠儘速的趕快設立好不好 趕快設立 明年就招生了 因為原住民的專班 你已經講了很久了 我想說我們也期待 專班以後可以銜接 我們原住民高中的一個 一個教育的政策 對不對 因為我常常講 原住民住在哪裡 就是住在教育上 教育輸出一般的學生的話 其他的生活 他的經濟完全都是落後的 我想說提高 提升我們原住民的教育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好不好 那個 那個局長請坐 好 謝謝 那個市長 你旁邊好像沒有人喔 什麼 你旁邊 那個副市長 兩位咧 另外一個副市長 因為出缺 我說大概520前後來派任 那副市長參加另外一個公務 希望說在520的時候 趕快補缺好不好 好 謝謝 要不然你真的非常的辛苦 你雖然非常的能幹 非常的親民 不過呢 也希望說 你有左右手來幫助你嘛 對不對 好 像的話我們對我們的市政 才能夠做得更好嘛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局勢 像我們原民局 他也少了一個副局長 然後我們的青年級 也少了一個副局長 我想說趕快在520的時候呢 趕快補足好不好 好 讓他們更有時間 更多的心力 來為我們桃園市的親爺 或者是為我們的原住民族人 來奉獻嘛 好不好 這樣的話對你也很有幫助啊 是不是 好 那個市長 再請教你一下 那個像我們那個 我常常參加那個喜宴 很多的年輕人講 因為現在在都會區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靠爸祖靠媽祖 大部分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靠自己 不過這種情形非常的少 他們也希望說 在生了直轄市以後 是不是政府也一樣的 用一個很少的經費 然後補助這些年輕人 有一個結婚津貼 讓他們有一個經驗的價值 就算給他們那個 結婚的戒指也好 或者是一定的一個金額 一定的一個金額 然後只要結婚 讓他們有一個 所謂成家嘛 成家在立業嘛 所以說結婚為第一件事情 所以說 我不曉得那個市長 對這個 這個建議 有什麼意見 那個我們現在 對年輕家庭的福利 其實是最多的 我們有婚後孕前的健康檢查補助 有生育津貼 有育兒津貼 就獨缺結婚津貼嘛對不對 也有青年住宅 那麼的計畫要推出 那我想成家立業的門檻 我們希望能夠降低一點 能夠讓年輕人負擔少一點 那結婚津貼有沒有這個需求 或者是我們來研究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 這個我再給你一個建議 我想說你可以做一個考量好不好 我知道有些國家有 有些國家有 對年輕人來講 有類似這樣的結婚今天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研究一下 OK好 那個市長請坐 那個人民政局局長 像我們原住民的議員 非常的辛苦 要散散下海 這樣做一個未寫民的服務 我不曉得說原民局 不是那個民政局 有沒有這樣一個考量 讓跟花蓮縣一樣 他們也是一眼有分區 他們有分北中南的一個 一個區塊的一個服務 這樣服務品質才會好 不像我們一下要散山 要下海到大遠觀音 新屋 一下要到都會區裡面來 這個服務品質的話 真的是 真的是有那個落差 我想說 可不可以建議我們那個行委會 怎麼樣的 可以比照我們花蓮縣 可以分區來選舉 就是說分北中南 或者是分南北 都可以 我想說這樣的話 我們服務品質才好 那不然像一般的那個 區域的一個議員的話呢 他們他就負責 龍潭 我就是負責龍潭地區的 中立就負責中立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們變成服務品質 而且他們一個區域 可以十幾個議員 我們原住民呢 最多五個 我們還分山園 還分平原 而且我們還要挑 不像市展一樣 全部都可以選 我們不是 所以我想說 如果要提升我們 原住民的一個福利 提升我們原住民選舉的 一個文化的一個 一個品質的時候 我希望說 能夠透過我們民政局 跟我們行委會 建議 是說能不能用分區的一個方式 來讓我們原住民的議員 能夠不用這麼辛苦 而且服務品質能夠提升 好 就是選區的服務範圍 做一個劃定這樣 那我想我們這個會議 跟中央選委會反應 是中央選委會還是地方的行委會 中央選委會 還是要從地方開始嘛 建議嘛對不對 建議嘛 然後才要透過中央嘛 對不對 然後我給你暗示你了嘛 就是說 可不可以比照花蓮縣 他們也是分北中南 他們才七個億的樣子 現在是原民的 平地原住民的部分是有兩位嘛 平地原住民的部分有兩位 那個三地原住民有三 不是 三地有兩位 平地有三位 平地原住民有三位 對 大概下一次選舉 下一次選舉 大概是三地的會變到三位 我是建議啦 那個局長 我是希望說 能不能跟我們 地方的行委會 做一個建議 其實我已經 已經跟那個地方行委會 那個主任已經談過了 他說只要我們 地方政府 我們議員沒問題的話 他們可以贊成給中央 中央一定必定會核准 我想說這個部分 到時候請那個民政局 能夠好好的幫助 協助我們幾個議員 好不好 可是可能要分為三言 跟平原的一個區塊 我來說明一下 那選區劃分 當然經過選委會的 我們的討論審議 那也要經過中央同意 那原則上 桃園如果是原住民的人口 到達七萬人左右 那麼三地原住民會到達三席 平地原住民會到達四席 那這個會 其實如果席次到四席 那我想是 有沒有選區劃分的 劃分的必要 這個可以討論 這個如果中央的選委會 這邊可以先進行了解 那平地原住民 是否要劃分選區 讓他服務範圍 能夠比較稍微縮小一點 那這個討論之後 再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選區劃分 要一年前決定 選舉前一年 所以要及早研議 這個部分有很多的 不只我們議員在關心 一般的俗人也在關心 他們也非常體恤我們議員 因為平地原住民的 這個服務選區有十二個行政區 十三個 其實三地也有 三地也是十三個行政區 三地也是十三個行政區 那確實服務的選區 的那個轄區很遼闊 這是一個事實 謝謝市長 請坐 市長請上臨一下 這次在中央 沸沸沸揚揚 就是要珍惜我們 原住民的博物館 國化博物館 那現在情形怎麼樣 好 國家級的原住民博物館 其實是台灣在推動原住民觀光方面 一個很重要的建設 那原民會已經做好了計畫 那在之前的選址 因為沒有完成選址程序 所以在張善政院長的時代 他就有特別說 他說這個國發會跟原民會 未完成選址程序 那應該要重新討論 那這個新任的主委 一將主委 我有跟他討論過 他說他願意事情回到原點 那就各種 因為現在有很多地方在爭取 新北市還有花東還有桃園 那他說他願意全部重新看一次 那我有問他說 那你是新北市出身 會不會獨厚新北市 他說不會 他說以這個完成政策目標為優先 那所以他這個上任後 會安排來桃園來視察 來看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博物館的 我們提供的預定地 那是否在區位上是更恰當 那我會積極來爭取 我想說這個部分那個要加油 當然我們也是熱關西城 既然是桃園市 如果落在桃園市的話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歡喜 我想說這個是所有的期盼 桃園是多元文化的城市 那觀光客進來台灣 第一站就到桃園 如果能夠同時 就能夠看到原住民的博物館 我覺得這個是 這對台灣的觀光行銷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所以我認為我們桃園具有這個優越性 應該選址的時候要優先考慮 我想說那個市長 你要好好做一個說明 因為花蓮縣 畢竟是原住民最多的一個縣份 而且校立委也在那邊 校美琴 我想說也希望說市長也都跟他溝通 跟他溝通 看能不能落假在我們桃園市 他們花東的立委沒有反對設在桃園 那因為那個台東已經有 有那個史前文化博物館 那也有其他相關的原住民的設施很多 那我們桃園反而更需要 因為這個是國家的大門 所以我想花東地區立委並沒有反對 我也會溝通 好 謝謝市長 請說那個張局長 那個王章發展局 上次我們有去那個石門水庫那個攤位嘛對不對 所以我不曉得說規劃的進度如何了 那個關於那個整個市 應該算是市集嘛對不對 然後那邊有那個市場一定地 當時你也答應也允許說 利用那個商業地區來規劃為一個市場的那個用地嘛對不對 自己的一個用地 然後把這些攤販能夠全部集中在市場用地裡面 能夠好好的一個規劃 好好的把那個形象能夠做好 我不曉得現在進度怎麼樣 是的 攤販方面 他的這個複雜性比較高一點 就是說 他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就是供需問題 有時候我們好心 把他規劃到一個好的地方去之後 他整個生意就完蛋了 那他的生計受影響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跟這些攤販 還有這些遊客這些購買的 我們必須要多多聽起他們的意見 就是說怎麼樣的方式 對大家都是最好的 最最圓滿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這方面 在溝通方面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都有共識了嗎 對 都有共識了 對就是跟這些攤販 還有這些遊客 瞭解一下他們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如果放在這邊的話呢 這個將來把它弄得漂亮一點的話 大家都覺得很好 但是呢 就不會想去 所以我會很擔心就是說 到時候我們愛之反而害到害之 就是說 我們本來要把它規劃得很好 讓他在那邊可以好好做生意 會變成就是說大家不進去 所以現在這一方面呢 我不敢隨便太過衝動去做這種事情 不進去的話 你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場子 而且非常合法的地址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要用公權力啊 如果你們用公權力的話 百姓永遠是佔了那個道路嘛 是的 就是余過去公權力不難 但是問題就是說 購買者他就不見得進去了 那這個地方呢 到最後會變成就很像很多市場 我們把它改建 都是一般好意 結果市場改建了 絕大部分沒有成功 就是購買者他不願意進去 所以這種供需的問題 我很謹慎在處理 但是到最後一定會 好好考量 也好好考量這些市集攤販的那個想法嘛 然後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 即時管益 然後我也希望說 重點就是說 我希望說能夠保障我們原住民的攤位 好不好 那這部分 不管是你的規劃怎麼樣 移到那個三月區 或者是你規劃成 現在現有的道路用力的話 我想說 這都要保障我們原住民的那個攤位 因為很多我們原住民 區一直移算 其實我們那個原住民的攤位 大概有不到五個攤位 對不對 這部分一定會做到 就是不管怎麼樣的規劃 不管是原地就地 或者說再移到這個商業區裡面 到最後規劃的時候 一定會有保留 好那就好好保障我們原住民的攤位 一定會的 然後增加他們一些收益 好不好 讓他們的經濟能夠提升 請坐 謝謝 那個地政局局長 那個關於那個還有那個財政局 關於我們那個公有地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議員提到過 有很多閒置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能夠閒置 能夠選一個七塊 能夠非常 我們不要很大的那個比數 想說可能選個一兩筆 一兩筆公有地 而且暫時沒有辦法做移撥 或者是公用的那個 閒置的土地的話 能不能開放租給我們原住民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政府也有收到一些那個租金的收入嘛 對不對 而不是在那邊閒置 就是那個圍裡圍一圍 然後裡面雜草重生 這樣的話對 對我們政府有什麼幫助 我們地政局管理有一些耕地是可以 如果我們原住民朋友 有這個耕作的這個資格的話 可以按照那個來申請 可以 那就把那個 我們把那個資料再送給 送給議員參考一下 也希望說你把那個規範 那個條件 然後臨險辦法 或者說使用辦法 申訴辦法 提供給我 好沒問題 好他那個也能夠盡早 而不是說是 我的會後就提供給議員 這個我們市有耕地 其實可以釋出 讓他充分利用 那我想我們有管理辦法 那那個 包括原住民或其他人都可以 那如果在原民區 以原住民為優先 不是在山區 那個局長特別聲明 不是在復興鄉 我想是在都會區 你不要給我 一邊一邊到復興鄉 那我們怎麼去 我就把那個標示給議員參考 看看哪個適合 那個資格用符合的話 就可以來申請 可以用的地喔 你不要給我那個 都是沒辦法種植的地喔 不過地政局管的 比較好的耕地 大概比較少啦 那大家過濾一下 我想說這個跟那個 財政局做一個配合 我想說他那個 土地是他在管理嘛對不對 耕地我們 政府的財產都在他這邊嘛 他是管建地 我們是管耕地 因為建地無所謂啊 如果建地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沒有在播用的時候 也一樣是可以使用 只要說可以種植東西的話 表現我們原住民的特色 在那邊的話 我想說對市政府的一個形象來講 也是非常的有利嘛對不對 對我們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市政府的話 都能夠加強我們市政府的形象嘛 可以展現我們原住民的一個 農作物的一個示範中心嘛對不對 我想說如果真的是 政府有壓到這塊地的時候 一樣的 我們原住民是非常 非常懂得理的一個族群啦 我想說政府要用的話 我們一樣的 按照規定來 就是還給你 還給政府嘛 而不是占位集有 除非是用買的嘛 除非是想買 我們才會占位集有 我想說這個 要買的話 說真的 嚴重的經濟實在是非常的 非常的困難啦 我想說 暫時的使用是ok的啦 我想說這樣的話 那個局長應該是沒問題嘛 對不對 我想說 能夠盡速在這幾天 把你相關的那個辦法 珍珠辦法 給我做一個參考 然後把這個訊息告訴主人 讓他們知道說 哪個地方可以承租 好不好 而不是到處打油擠在那邊 在那邊耕種 好不好 可以 沒有問題 我們會把相關的資料提供給我們 你們參考 你有話講嗎 那請坐 兩位請坐 那個市長 這次 你擔任市長一來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他都非常的有感 認為說 市長真的也在照顧我們原住民 我也希望說 你這個精神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一個好的市長 是一個非常親密的市長 局長你做到了 我想說 我不是在捧你 確實你跟 以往的那個 不管是縣長 市長來講 你非常的親民 讓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你沒有那個價值在 我也希望說 能夠繼續的保持下去 讓我們族人 更能夠感受到 政府有在重視我們原住民 好不好 我想 以上的那個執行 我希望說 各級數的單位 能夠重視我所提的意見 跟建議 這個都是我們 真正原住民 需要的一個政策 而不是我這邊 隨便亂說 亂要求的 我想說 這個對你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腦力激盪 我想對 所以 教會我們家 少數民族的一個福利 好不好 新的提議 新的政策 請各局處研究 好 謝謝 好 謝謝 時間到 好那我們現在中場休息 20分休息 請多靜 謝謝 謝謝 Jos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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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想 以后 像学校 感谢观看 害我每天給人家罵 接不完的電話 這個一定要考量 一定要照顧我們在地的 我想所有的局長都是一樣 以後來到 我不是說只有我們信屋啦 每一個區去辦活動都是一樣 在地的一定要優先考量 因為很多外地來這邊賺錢做生意的嘛 我們在地的住在這邊 本來就是影響到我們在地的 本來就是可以在地的賺一些費用嘛 好不好 這一定要考量 這一定 這非常重要 怕你們失誤了這一點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等會的攤販的這個問題 平常講對我傷害很大 雖然說我們整個活動非常圓滿 但是我也從這裡面學到很多很多的教訓 反正你就是要照顧我信屋的市民就對了 其他你們怎麼都我不管啦 一定會這樣做 我是信屋的議員 我一定要照顧我信屋的市民 這個將來規劃的時候 讓信屋的攤商有優先權跟保障 對有優先權跟保障嘛 就在地的我們要想到我們在地的 一定會這樣做 謝謝 OK 謝謝 請坐 教育局長 我請教你齁 我們現在我們桃園市的齁 所有的國中國小 我們上課教室有沒有裝設冷氣啊 在有一些都會區他是有裝冷氣的 都會區喔 對 大概有多少 還有像大園 大園基本上因為他有回饋金的關係 所以大園基本上也有 你講到重點了 謝謝 那請問我們信屋有沒有 信屋目前我們印象裡面好像還沒有 信屋還沒有嘛對不對 我們沿海 我想現在氣候一年比一年還要高 現在已經跑到三十幾度了 就是很多的家長 家長會長開會就跟我反應了 希望我們信屋所有的國中國小 我們國中才五十五班而已 國小一百二十四班才一百七十九班 一百七十九班 現在都完全沒有冷氣 就小朋友上課邊上課邊擦汗 其實這樣 我們偏鄉啊 以前是桃園縣沒有紳士以前啊 設備什麼東西軟硬體全部輸給都市的 你看都市福利多好 那麼好 那麼早就有冷氣 我們鄉下什麼都沒有 沒有會想到我們啊 跟一座說明齁 那冷氣的裝設以後 那個電費的負擔是比較大的問題 電費負擔啊 對啊 我現在意思是 希望我要拜託市長 市長 剛剛我們旗長有講到了 大潭電廠 他大潭是那個大元是回饋金嘛 市長 我們新屋 我就拜託市長 用大潭電廠回饋金 現在每年大概 觀音一億左右 我們新屋才五千萬 受害最大就是我們新屋 受害最大新屋 北風一吹來全部新屋受害 而且他現在台地好像又要再加四個發電機組嘛對不對 我想拜託市長 我覺得他而且這不是重點而已啊 整個桃園市還有受害最大的天羅帝王 電塔充在我們新屋 我們新屋的電線全部分的田啊 一瓶兩萬變成五千一萬而已啦 所以這個我們真的受害最大 我想說拜託市長請台電幫我們 學校裝冷氣所有電費由他們來負擔 我想這個要求應該不會過分啦 市長可不可以請你幫忙 那個大潭電廠的回饋金是做新屋的 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 那有新增的部分來裝學校冷氣 我想這可以 這額外爭取的 我覺得這是OK的 這個我再來跟大潭電廠來協商 那不過電費的問題 他們可能會比較有一點意見 這個我再來協商 可是這個電費在那邊 市長我們現在如果每一個學校都有 我們整個西屋市的市民 都可以想到這個福利 學生都可以想到福利 我們受害的全部農田 因為現在的回饋金已經全數 作為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 對對對 那回饋金是另外一 那將來如果擴建 那麼會增加那個回饋的金額 那我會來跟台電先行協商 市長我覺得回饋 是另外回饋的問題 我覺得他補償一些給我們在地的 所有的學校也不是補償給個人 大潭電廠是在觀音 可是他隔音橋西無西而已 對是兩區都有補償 補償他是在地我們就隔一條西 我們補償的落差就差了一倍 這樣對我們新屋來講 非常的不公平嘛 對不對 而且你高壓線電塔全部在我們新屋啊 高壓電塔經過有另外補償 他補償那一點點而已啊 那線下補償那幾千塊而已啊 那所有的土地都沒有價值了嘛 好這個如果像我 我是積極的跟台電來協商 我們希望補償費能夠盡量提高 這拜託啦 這是額外請人要撥一筆經費嘛 不要跟回饋金 我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好不好市長 我們盡一切的力量來協調 好謝謝市長 好請坐市長請坐 韓寶吉局長 一座好 紅藥甲籍工業廢棄物處理 上次工作報告我給你說明了嘛對不對 是 102年 1月2號 環境評估說明會 我請問你一般開會 要不要過半數才可以開會 我們議員沒有過半數的時候 可以來開會 可以開會嗎 看那個開會的規則 像環評的那個施工之前的說明會的話 他要按照程序 他必須要通知到一些相關的單位 不是施工前說明會 他是環境評估說明會 102年1月2號開會 只有一個里長簽名 沒有人簽名喔 只通知里長一個人到場 然後叫幾個市民去簽一簽 簽一簽啊 這樣子的話算成立嗎 沒有任何人到啊 市政府所有的官員 市長那時候是縣長 縣長 金發局交通局環保局 沒有半個人到場 重點是 連我都沒有通知 我們西屋就一個議員而已喔 連我都沒有通知喔 因為他知道我在西屋的作風 我一定會反對嘛 我在西屋的 烏染西屋的 我一定反對到底啊 他不敢通知我 沒有任何一個到場 102年那一場 這樣子有算嗎 可以做報告喔 他必須要通知里長辦公室 區公所等等 那我不用通知嗎 民意代表不用通知嗎 他沒有通知議員 的確是不是很恰當啦 當時 所以這個有算數嗎 但是依照這個 有沒有很大的弊端 依照環評法 他規定就是說 他必須要按照這個程序來 他辦了說明會就好了 有辦啦 隨便做假象就好了 出席要多少人 他沒有要求這樣的規定 做假象就可以嗎 那程序上他有 那表示有弊端嘛 那有掛勾才會這樣子啊 他開一次環評以後 後面書面審查 那全部是 全部是一些學者 他沒有到現場 他懂嗎 像這樣說明的話 我就覺得溝通不夠啦 應該要好好溝通 根本就是有問題嘛 什麼溝通 區長 你在102年那一次 你說這樣可以算數嗎 我只有那一天 人家通知我 開工施工前 說明會 我才知道這種情況耶 很離譜耶 二月才通知說 已經要動工了 我莫名其妙沒有人知道這件事耶 警長我請教你 他旁邊有富剛國中 旁邊有住宅區 可以做工業廢棄假期處理嗎 可以做報告齁 就是說他的用地在82年 我說變歸變嘛對不對 我們是特地農業區喔 我們特地農業區耶 他說還是符合這個可以申請的程序 那為什麼要環評嘛 而且也是在103年通過環評 環評的時候在現場 環評說明不用通知當地人嗎 開一次就搞定嗎 開會沒有人到不是很離譜嗎 是 他隨便找離譜 離譜老人家 講難聽人搞不懂狀況 叫他去就講 隨便講一講 講場面話講一講而已 他為什麼不敢通知喔 我跟譯作報告齁 所以後來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有發現說他們的工廠設置的狀況 跟當時的環評內容 環評內容是不符的 不符嘛對不對 不符 那你是要監督喔 所以我們要求他必須要做變更 所以他們在去年按照程序 來申請環境差異分析 那其實國中旁邊 可以做那種假工業廢物 廢油料啦 廢油一大堆的污染的問題 可以在學校旁邊嗎 以後那個水球排到我們那個農田去啊 一個工廠他要開工 他一定要經過一定程序 他這個案子經過環評審查之後 確實是符合環評審查的規定 但是將來他如果沒有按照這個環評的規定 或者是他有排放一些污染的行為 我們一樣會用最嚴格的標準來檢視他 警授你知道嗎 警授了解 股票上市公司污染到亂七八糟啦 有用嗎 這家公司也是被我們作為長期監控的公司 還不是一樣在做 有影響嗎 講一百遍也沒有用啦 他這個還沒有來以前 這也是跟他乘租的 我們前面可以避免 你就應該幫我們把關嘛 其實講你應該保證他以後不會污染嗎 我可以保證他百分之百污染 他如果污染的話 我們就違法來辦理 怎麼違法來辦理 罰錢而已啊 不痛不癢啊 他如果排放有害健康物質 我們還可以把負責人移送法辦理 這個是可以的 我知道啦 這個講場面沒有什麼用啦 警授污染到這樣子送去哪裡 照常營業啦 有什麼用啊 底下的下游的那個田 全污染都不能種水道了 種清楚污染啊 還不是開到下下游 有什麼用 你敢保證嗎 我敢保證他一定污染 廢油污廢油料 全部坐在我們一個農業區耶 局長 這個你後面他還沒有通過嘛 對不對 他很多次 你從前面的一大堆弊 開會就一個人通知來一次 李蔣來講起計畫這樣就算數了 前面沒有通知我們 那他為什麼動工前說明會就要通知我 他已經定案才通知我嘛 對不對 前面通知我第一個就反對嘛 動工前說明會幹嘛通知我 前面不通知我 這什麼意思啊 而且那天開工說明會 沒有半個人簽名 所有市政府環保局里長 沒有半個人簽名啊 只有幾個老百姓 老百姓分分就要簽名了 沒有人簽名啊 市長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這我們幾乎全市民的心聲 大家都反對到底 而且要抗爭到底 開會沒有任何一個人簽名啊 市長 省會同意啊 他做廢游屋耶 很嚴重的事情耶 這種應該要到工業區才可以 但我們這個特定農業區怎麼可以呢對不對 我想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請環保局把103年度通過的環評 把內容重新看一次 程序重新看一次 這個環評的效力我們要重新去看 第二個 他現在的這個申請跟環評是否一致 第三開工的說明會 實際的情況 是否有完成程序 從嚴監督 我想這個 雖然他這個是民國80幾年 就變更了 他變更會變更嘛 對啊 那第二部分請環保局來檢討 這類甲級處理廠 是否應該要在工業區裡面 這個跟環保局 對嘛 不應該在工業區嘛 這是最毒的甲級廢物的廢游屋 向環保署來申請法令解釋 或者政策上的財事 以後的甲級處理廠 是否一律要在工業區 好 謝謝市長 拜託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市長你要拜託 你要幫忙給我們把關好不好 不要危害我們新屋啦 謝謝 好 謝謝 市長 我特別要請教你一下 就是你這幾年 一兩年來對於大溪的建設 你非常用心 也去大溪非常多次 當然我想對於我們硬體的部分 我們民眾很感謝 我想包括很多 包括我們的羽球館的部分要改建 包括我們的多目標的什麼 籃球場的部分 也薄墨的部分 也給經費很多很多 我想地方都非常支持 但是唯一目前地方比較需求的是 改善我們交通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非常期待的 就是我們大溪老街 能夠搬車到我們 台北捷運的土城永林站 這個部分 在之前 選舉之前 已經講的沸沸揚揚 說今年三月份 三月底之前 會有廠商來招標 會公共總局發包 會趕快通車 但現在好像都沒有下文 我不知道 針對於這一條 我們大溪人期盼已久的 從大溪老街開的所謂的捷運 捷運到我們土城永林站的進度如何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好 我認為所有的證 像選舉公車 這種 因為選舉的時候 我看有很多地方都提出這個政見 那有的有協調 有的沒協調 那選後我們市政府都很負責任的 把所有的工作完成 那大溪到永林站 這個是確定要招標 應該是在明年的二月會通車 那是不是從那個南興跟老街都發車 這個部分我請交通局來說明 是 在上個禮拜我們通過了這個 桃園市的市區客運審議委員會 已經同意來投射新批這條路線 但是照這個作業程序呢 是在提下個月呢 我們會公告 來邀客運業來投標 那會經過審議 那如果 楊立元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 他發車的地點 那個平時 你預估這條線 什麼時候最快最快 如果有客運長長願意來招標的話 如果有客運投標的話 明年的二月可以正式通車 那市長 我想這條線 我們地方期待已久 坦白講這條線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別的地方可能只有上下班的人多而已 我們這個是兼具觀光啊 人家來我們大溪玩的時候 不見得要開車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趕快把這個所謂的開通以後 那很多台北外地來的人 就不用開車來大溪了 直接從土城永林站的部分 直接轉搭 所以他這個就是要兩個點 一個是以前都是從南興 現在加上老街啦 那我想這個部分請我們 好的 我想這部分喔 包括剛剛我提的 另外一條線是9001 從中立到南興 到直接到土城永林站 我想這兩條線 趕快的 如何的來合併 或者是來做檢討 我覺得 我們相信很期待啦 好不好 這個是兩線啦 你講的另外一線 交通局也有在協調要讓發車的班次增加 本來15分鐘一班 希望能夠縮短到 尖峰時段 7到15分鐘 好 7到10分鐘一班 就是把那兩個就趕快協調嘛 好 901的公車 中立到南興到永林站 如果班次減少時間嘛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大溪自己開的 直接到台北土城永林站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在明年2月 剛剛講2月 儘快趕快提 那個騎乘能夠提早了好不好 那我想我們第一個 可以解決我們大溪交通的問題 第二個 我覺得這對我們地方的交通改善會有很大的益處 我很贊成這個建議 市長我們也在做 好的 縮短時程請交通局這個全力以赴 好 謝謝 那我想這有關於我們地方的交通的問題 第二個我特別提到一下 市長 現在少子化 那我們在明年度預估 我們今年就是國中的部分會少了117班 110班 國小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了 那我想 面對這樣子的少子化的問題 這裡是國安的問題 那我們政府很多的政策 包括生一胎3萬 雙胞胎的話就是3萬5 生三胞胎 你說上個月還有碰到一個三胞胎的 我昨天有去探望三胞胎 對 那一個是4萬5 總共是13萬5千塊 對 13萬5 我昨天有去探望他們 0到3歲 每個月補助3千塊的育兒津貼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在0到3歲 實際上小朋友真正花錢 是在就學這段期間 那我下面有個案例就是 我們大溪有個鄉親 他生第一胎 要生第二胎的時候 第二胎是雙胞胎 變成他三個了 三個變成說 坦白講一點 對一個小康之家兩個夫妻來講 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變成太太必須要在家裡面 照顧這三個小朋友 現在問題來了 那先前的補助一胎 3萬3萬5 這個都是應該的 那到3歲了以後 那坦白講 小朋友的這些花費 比較固定嘛 就奶粉錢啊 可能尿布錢 比較固定 但是他開始學齡錢以後 就開始花費了 那我不知道說 我們政府針對於這樣子的部分 針對於學齡錢 甚至他念國中的時候 甚至於還有我們市立高中的部分 我們有有沒有一連串的配套措施 讓這些家長 讓這些年輕的朋友們 願意生孩子 而不是看到眼前說 只補助3萬 只補助什麼0到3歲 一個月3000 實際上後面才是花費 比較大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 我們市政府有沒有替我們這些年輕 這些這些夫妻們想一下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在幼兒園的階段 我們對低收跟中低收都有補助 那低收的話 每個月是1500塊 那中低收的話 是一個學期是6000塊錢 那個 局長 我在講的是一般的家庭 當然 五歲六歲 其實是中央統一做的教育津貼 那因為我看到三個總統候選人 都有提了一個政策 希望教育津貼往下延長到4歲 那目前我想等新的內政部上任之後 我再來 那我想我個人在那邊有一些建議 因為上次那個個案以後 我想我也是跟我們各局處來討論一下 我們是不是針對於第三胎的部分 可以協助 學齡前的協助 譬如說第一個優先上公幼 第二個如果上私幼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補助 這是在學齡前學前教育的部分 那醫務教育的部分 譬如說你有三個小孩子 念書的話 是不是第三個 他的什麼什麼班費 家長費 書籍費 可不可以來減免 這是國中的部分 那如果說第三胎入學的部分 可不可以免受總量管制的限制 我想這都是不用花錢的 再來就是高中的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補助第三胎的這些家長們 譬如說他的就學的費用 還有他第三胎的部分 他可不可以列入12年國教比序的項目 我想這部分 這些都不用花錢的 是不是在我們行政上面 教育體系部分 給這些誘因 讓這些家長們願意生這小孩子 而不是看到你眼前只有0到3歲 生意胎多少錢 只是眼前的 實際上你後面的 念小學他們現在都要補習 你明明講說不要補習 不要補習 不要課後輔導 他們還是要花 所以這部分 我希望說我沒有行政資源上面 如何的來就學齡前 還有教育中的 甚至於國中小的 甚至於高中的部分 我覺得在我們桃園市政府 能力範圍做得到的 我想盡快的 能力相關的辦法 來鼓勵這些年輕的父親人生孩子 第三胎鼓勵政策 這個建立很不錯 我來請我們的各單位來研議 這個我要統籌 就是說第三胎 有哪些可以做的獎勵措施 好 謝謝 那第三個問題 我跟市長交換一下意見 就是上次我總質詢的時候 特別提到 有關於我們桃園市廢土的問題 它明明是工地開挖 它明明是有報所謂的去向 但是它沒有按照原來的地方去到 亂到 導致於現在你看 包括龍潭平鎮中壢大園都有 我不知道說上次質詢完了以後 各單位有沒有針對我們所提的 提的這些案子來做檢討 有沒有 警察局或者是農業局 有沒有針對這些農地 被亂到來做檢討 你可以說明一下 先請那個警察局來說 沒關係我們時間很有限 因為昨天你們都已經把資料匯整過來 我就直接把各單位匯整過來的資料 直接做說明 警察局匯整過來的資料 我們上個禮拜五提到的 在我們整個桃園地區有五塊 特地農業區農牧用地 或者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裡頭 被回田廢土違法開挖 那這個警察局這邊給我的資料 這個針對大園 你們總共在104年 有取締了兩件 105年取締了六件 然後這個中立呢 104年三件 我們講的這個地號 104年三件 105年五件 這個平鎮呢 104年一件 105年十件 同一個地號 警察局取締的次數 那麼新屋在104年有六件 105年也有六件 然後龍潭呢 104年有兩件 105年也兩件 對不對 警察局資料沒錯吧 好謝謝 那個市長我希望你能夠 這個聽清楚我們剛剛 這個說的這個次數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地震局 給我們的資料 地震局給的資料呢 這個大園這一筆 這個警察局總共104年加105年 取締了八件 然後地震局罰了幾件 零 罰了零件 然後中立呢 總共警察局取締了八件 然後這個地震局罰了幾件 罰了一件 九萬 平鎮 警察局取締了總共11件 地震局罰了多少 104年罰了一次六萬 105年再罰一次八萬 新屋總共104加105年 取締了12次 地震局罰了多少錢 零 龍潭 取締了四次 地震局罰了多少 零 地震局 這邊資料沒錯吧 你們提供給我的 那個 沒錯吧 龍潭那個是屬於山坡地的 好這個 好來 環保局 我請問你 警察局在移送的時候 有用那個 這個廢清法在移送的 這個部分 中立的部分 你們處理的結果怎麼樣 移送之後看那個地檢署 後來處理的情況怎麼樣 蛤 你們也可以在行政裁罰啊 你們有沒有行政裁罰 有沒有 如果 如果地檢署 你們移送完以後 就沒有行政裁罰就對了 不是 看地檢署如果說 他沒有資據保險 你只要回答我 你們移送完有沒有行政裁罰 沒有嘛 對不對 是哪個個案 我們 上禮拜五 叫你們要去清查 各單位就應該要去清查 對不對 只有警察局 地震局資料回來了 環保局沒有清查 水務局有沒有清查 違反山坡地保育法 水務局也沒有清查 市長 你對於現在我剛剛 上述念到的這些 你已經看到了圖 我們圖上已經顯示 被違法開挖回田的狀況 這麼嚴重 然後我剛剛說 警察局取締的次數 地震局開罰的次數 因為絕大部分 都是以區域計劃法 在開罰嘛 對不對 只有一件 兩件 是用這個中立的 是用廢清法再移送 然後龍潭的是用這個 三坡地 違反山坡地保育法再移送 其他都是 用違反區域計劃法移送 那市長 您剛剛聽到我們念到的這個數字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想各單位本於資權 該罰就罰 該送就送 市長 你可不可以有別的說詞 因為你看到 你從去年一直這樣講 就講到的結果 現在我們看到的 就是他取締了那麼多件 結果裁罰是這樣的 0 0 6萬 8萬 你知道這個獲利有多少 這個獲利有多少 因為你剛剛是在講這些個案 所以個案的情況 我並不知道 但是我想 市長 那你也太不用心啊 我們上個禮拜五 就已經把這麼嚴重的個案 呈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希望各單位能夠了解 如果你重視 我想不要我們跟各單位要 你應該就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馬上要求各單位 把處理的結果告訴你 很清楚的讓你知道 你的土地 你桃園市長 在你任內 你桃園市的農地 優良農田 是怎麼樣的被糟蹋 怎麼樣的被破壞 你就應該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個都發局局長我請教你 按照程序 按照程序 如果有任何的這個工地要開挖 是不是要申報 是開工的時候就要申報這個 開工要申報 申報它的土的出處 入多少土出多少土對不對 然後都還要報它有多少立方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還要報它的去處對不對 它的廢土要去到哪一個土資場對不對 是吧 好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這一件 看到沒 新屋這一件 這一件 就在華雅段 跟你們申報在案的 它應該去的土資場 叫做 或許是三家 鼎興日通或四豐 那鼎興日通或四豐在哪裡 通通在新竹市 結果 它不是去該區的土資場 它全部到了新屋 到了十雷子段 十雷子小段 全部回田在這個地方 這是哪裡 這是特定農業區的農務用地 優良的良田啊 現在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 來 放 這個是我們巴德的 申報在案的 申報它應該要有合法去處的 你看看 現在這一台這個車子 它應該要去到它合法去處的 請儘快 從巴德開始 這個工地 我們是全程跟拍 那現在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跳到最後 它是不是按照 它申報應該要去的去處 現在車子走在豐德路上 轉見得路 轉見得路 好到最後 你又回過前面了 好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來看 我要講的就是 今天從這樣的幾件案例看到 市長你剛剛講的 你之前講的 你說我們依法行政 有啊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結果是這樣 這代表什麼 第一個 管理不確實啊 對不對 然後依法行政都有裁罰 那你裁罰的結果是什麼 你的裁罰不確實啊 你看一下喔市長 宜蘭縣政府的網站上 特別公告了台北市政府的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上講的是什麼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只要私有土地 堆至 來源不明的土石 它不但 就視為廢土 我們現在還在為 它是有價料 它不是這個廢土 我們環保局還在爭執著說 它是有價料 它當然是有價料啊 但是有價料 應該去到它該去的地方啊 它只要沒有去到它該去的地方 它就是廢棄物啊 柯文哲宣誓 私有土地上 只要堆至來源不明的 它就算什麼 它就算廢土 要用廢棄物清理法 移送法辦 然後處罰三百萬 的罰款 人家不但行事罰 它還有行政罰喔 我們桃園市政府啊 自費武功 對不對 你有的上方保健 到現在每一次 警察局抓到了 還在問 欸 該用哪一個罰 對不對 用廢棄法罰 還是用區域計畫法罰 對不對 還是它只是整地 農業局 問農業局 有沒有申請 欸 人家宜蘭縣政府 那個法令是 有確實有 台北市政府 對置廢棄物後 才會移送法辦 廢棄法是這樣規定的 我也跟那個大隊長確認過 必須要確實有這個事實 廢棄物斥實 那個 我現在就講 我讓你們看一看 這就是你們在 現有法令之下 你的管理 到底是怎麼管理的 你們的財罰 到底是怎麼財罰的 如果它的破壞良田的行為 可以獲利上千萬 你罰六萬 你罰八萬 誰理你啊 市長 我這樣講喔 或許你不服氣 可是事實證明一切 從你上任以來到現在 你去清查一下 桃園市區內啊 桃園市縣境內 市境內啊 多少的良田 已經全部被回田 多少的良田 特定農業區以後的農務用地 變成了工業廠房 有多少當初在 吳智陽縣長的時候 被列管的 全部通通都蓋成廠房出來了 來 一德 放下去 我現在要給你看的是什麼 他進了那個土資場 但是 但是 他的車子跑到了旁邊的農地 挖了一個洞 把那些全部都回田到那個洞裡頭 這就是我們的機核 這就是我們桃園市政府的管理 如果今天我們的機核跟我們的管理 是這個樣子 真的 我們直接舉白旗跟老百姓宣告 說桃園市政府是個無能的政府 桃園市政府沒有辦法來協助農民 管好他們的良田 市長 這個地主如果跟行為人勾結 地主也是要罰 我想這樣子啦 有沒有勾結 這是誰 我現在講嘛 現在行政採處的權利在誰手上 我知道你想要表達你的意思 因為沒有給我時間回答 我想 源頭管理要加強 GPS我們會裝設 那這個自治條例在市議會審議 那所有的該移送的 不管是廢清法 區域計畫法 從中處罰 我不想這個計畫政策就是這樣子 那麽 那麽 好 請坐 好 那麼 接下來我們請萬美齡議員提出總諮詢40分 還有李茂群議員 好 兩位共用40分鐘請開始 謝謝 市長 水務局長 昨天的大雨 我相信你應該有非常大的感受 可是我們巴德走到哪裡淹到哪裡 市長您看 昨天巴德的雨 這是幾張給您做參考 喬新新村 瑞德里 廣新 大河里 建國路 福國街 陶英路 華康街 全部都淹 市長 而且我們昨天被列為一級的警示區 請問我們巴德的淹水 從昨天的淹水你們有什麼感悟沒有 有什麼可以檢討改進的地方沒有 昨天的豪大雨確實看出桃園市很多的區牌 有的是沒設計 有的設計不良 那我想水務局要從昨天的豪大雨 全面的檢討哪些部分需要改善 那巴德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區牌 很多區牌都沒做 第二個是濃水路跟皮塘 蔓延到附近的社區 所以濃水路跟皮塘 它的皮塘在豪大雨之前 水已經接近一部分 市長你來自巴德 巴德的市民也對你陰陰在望 我想我跟你當第一次議員 你也最關心 那請問你 市長講的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市長沒有看到的地方 水務局長有沒有 這個兩個是最主要的 那其他還有一些就是 側溝的容量不大 還有一些要做的雨水下雨道還沒有完成 市長我就知道我們的官員都不及格啊 因為我們昨天整個的去看了 你跟我看的問題不一樣 市長你知道我看到問題在哪裡嗎 你昨天有聽到巴德市十三區跟你做回報 所有的問題的集中點 市長我希望你去做一架功課 好不好我總諮詢再來問你 我們昨天去問 市長您知道嗎 我問出來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所有水利會的系統的閘門沒有開 造成我們巴德的淹水這麼大 如果是人為的舒適 我們怎麼為我們巴德市民討公道 市長請你說 我們不管桃園 桃園也好石門水利會的農田的水閘門 昨天全部都沒有開 這是不是人為的舒適市長 請問你 是不是人為的舒適 如果有水閘門沒開 當然是人為舒適 人到現場都沒有開 造成我們的淹水 市長請你為我們巴德討一個公道 如果是公務人員 因為颱風水閘門 大家都在睡覺啊 你知道了颱風 你不管昨天七點鐘就在上崗了 水利會的系統是不是也要跟進啊 市長我希望將來的 將來的水再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我們公務人員就定位啊 水利會的人也要到啊 尤其是管水閘門的人啊 昨天造成我們桃園淹水這麼大的問題 我昨天去看了之後 原來是水閘門沒有開 市長啊真的很好笑耶 我希望啊市長 不管怎樣十三鄉鎮 你出生自巴德 你來自巴德 我希望你為我們巴德這一塊 守好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然後拿出魄力 把我們的水來解決好嗎 好這個以後所有的這個防救災 水利會都要派人 其實我們本來水利會都有派人 請水務局檢討是 不過因為昨天不是只有巴德淹水 桃園其他地區也驗水 我知道我只管巴德在十三鄉鎮跟進好不好 市長我會看你的作為好不好 好現在請外美林議員 好謝謝市長 我想這幾年的少子化 這不用講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嘛 對不對 那少子化的情況之下 我想第一個衝擊到我們的教育局 市長先請坐 我們的教育局我想 因應少子化這件事情 在貴局看到的一些數據 應該是最明顯的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我想就從今年開始起 看前面三年 從民國一百零二年 我們的國中生 我先來跟你討論國中這一塊 我們的國中生有七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個 那麼到現在我們預估 明年 等一下 到現在我們預估明年度 大概只有這個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位 也就是說在這三年當中 我們的這個國中的學生 大概就少了將近一萬人 你知道我們現在一個班級 如果以三十人算 你知道一萬人就是少掉了三百多班 三百二十七班上下 好我們不要把時間拉得這麼長來看 我們就看去年跟今年好 也就是說今年的學年度啦 以去年的學年度跟今年的學年度來看 去年是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六人 那麼今年呢 也就是我們預估的 應該是蠻準確的啦 大概就是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個人 這樣的狀況呢 其實極速的減少了兩千五百四十三個學生 那嚴格的來說呢 就減少了八十五班 這樣的數據 你有掌握住嗎 有 那實際上我們預估公立的還會再少一點 為什麼 因為私立的學校現在也有在征班的情況 所以大概會到一百班上下 是 所以喔 以現有的數字看是八十五班 但是實際上可能超過一百班 你知道這超過一百班 代表哪一些含義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一方面 學生生員減少之外 就是會衝擊到有老師 是不是會有超額的問題 沒有錯 我想這個學生數減少 其實帶來的這個問題不小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這個層面來討論 但是喔 我今天要談的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特別有提到嘛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這個叫做學生數減少 對不對 那學生數減少 剛才提到說 大概少一百班 所以我們以一些大校來看喔 可能每一個學校都在減班 每一個學校都有這個超額老師的狀況 可是呢 我們在剛剛上一個禮拜 才結束的 我們桃園市各個私立學校的報考情星 我們來看到 復旦中學 它總共有兩千三百八十八個學生去報名 但是呢只有錄取五百四十個學生 你知道它的錄取率有多少 二十二趴 二十二趴跟我以前那個年代 考大學的這個 這個還要再低一點喔 那我們再看到 鄭勝中學一千三百六十二個學生去報名 然後呢只錄取四百三十二個學生 所以它的錄取率也只有三十一趴 也只有三十一趴 那中關不管是 自平中學也好 六合中學也好 新興中學也好 每一個錄取率都是真是低得可怕 但是我們看到錄取率這麼低 代表的是 它去報考的人數真的激增到這麼嚴重 所以它整體的錄取率 私立學校在這一次這個強大的激增下 大概只有三十四趴 一百個學生去考 只有三十四個學生會錄取 這段時間呢 每一天放榜了以後 每一天我們的服務處都有很多 爺爺奶奶也好 爸爸媽媽媽也好 帶著他們的成金單來請託 我想很多議員的服務處 動輒都是幾十件 我請教你一下 為什麼在我們說公立學校都拼命的在減班 因為學生數變少 因為少子化代的情況 公立學校都在減班 但是我們看到私立學校 是一年比一年競爭還厲害 一年比一年的這個錄取率還要低 這是什麼原因呢 跟益作做一個說明 那私校現在一年比一年競爭還要激烈 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家法令 讓我們的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 沒有站在公平的競爭立場上來進行 怎麼樣的沒有公平的競爭 那私校他是可以考試入學的 那公立學校他沒有辦法考試入學 所以你有考試入學 他就可以篩選一些學生去就讀 這不是原因 這是現在你看到的現象 但是他不是原因 那另外一方面 市長你認為為什麼 現在私校的那個 他的升學率是比較高 那所以現在 我想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 那我們私校的在升學表現上確實 這不是全部 明星級的私校 市長 我是不知道您的孩子有沒有歷經過這個會考 有沒有歷經過十二年國教 所以呢 剛才兩位所提的都是現象 但你們針對這個現象 你們都沒有去找原因 而且剛剛市長講說 這個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 但是我要告訴你 這是這兩年的問題 這兩年是激增 也許你是要說 過去的這個私立學校用抽籤啦 這個 你不能用考試啊 這幾年因為用考試啊 精英制度啊 好啦 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會是大家都要往 可以考試的學校去 大家為什麼都要往 可以升學高的學校去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剛提到 公立的學校 現在減班減升 那麼私立學校錄取率平均三成四 可是又另外一個現象了喔 我們看到啊 立案補習班 這個立案補習班 我只是把文理補習班抽出來 其他的這個才藝班 或者是這些 他類的或者英語這些補習班 我沒有算在內 純粹的文理補習班 這三年來啊 他是非常穩定的在成長 如果你告訴我少子話 公立學校這個人數又減少 很合理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私立學校錄取率這麼低 報考的人這麼高 啊然後這個立案補習班的 文理補習班 又以這樣子這個 一個很平均的成長速度 一直在成長 這個現象要解釋的是什麼 市長 我想喔 我們確實喔 十二年國教 現在的這個入學方式喔 那麼很多的那個才藝或文理補習班 確實有增加 這是個事實 我也參加過很多這些協會 那我問他們原因 那麼其實我們的升學的這個 像是多元入學 但是很多多元入學的這個方式喔 我認為這還有檢討的空間 市長你太保守了 你太保守了 不是檢討的空間 你知道嗎 雖然過去啊 在這個縣政府的時代 那麼在過去我們交易局所有同仁努力之下 桃園縣當時十二年國教的超額比序的入學 的爭議是最小的喔 但是呢 這不代表我們全桃園縣的家長老師 孩子都接受了十二年國教 大家只是迫於無奈去熟悉那個遊戲規則 那首先遊戲規則才能夠按照遊戲規則走 但是這個制度是失敗的 這個制度是絕對是失敗的 現在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入學的辦法當中 最後只剩下的是會考定終身 教育局局長我這樣講你同意嗎 目前這個制度是讓會考來決定 好 我真的很高興你說出實話 這個制度現在真的是只有讓會考去決定一切 所以我認為喔 如果說都只有讓會考去決定一切 我們又不得不跟現在教育制度低頭 我們又看到這麼多詭異的現象 那請問一下市長 我們怎麼解決在地方上 我們這樣的一個問題 怎麼樣讓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 大家有一個平衡的招生 我要講的是喔 其實私立學校每一年考完試的時候 我們民意代表真的很忙碌啊 可是呢 因為現在都是所有這個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家長 都把孩子往私立學校送 每一個都是公開透明 也不可能有什麼後門可以走 我們只能每一天看著淚沉沉的家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你知道嗎 如果在教育部 還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改變 我們的這個這個 深血的管道 那我想喔 十二年國教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要強調這個優質化 均質化 或者是要強調這個就進入學 甚至有人認為要打破民進高中 讓所有的高中的社區化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沒有這個成效嘛 所以呢 眼前我們迫於無奈要去低頭的時候 市長我認為啊 你要更多的資源去照顧公立學校啊 對不對 第一個 你可以把公立學校的環境給提升嘛 你最近在做的 很多學校的這些活動中心也好 操場跑道設備也好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要給他去更新 這是第一個 給他一個有好的環境作為誘因嘛 那第二個 我覺得 你應該要給公立學校的校長還有老師 更大的自主空間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校長跟老師 他其實最欠缺的除了資源之外 那就是尊重 如果你可以給他更多的尊重 讓他覺得他在這個位置上 他是做的很有成就感 他願意為孩子付出很多倍的 那思文一下 私立學校談的不就是這個嗎 私立學校談的不就是他對孩子的照顧 其實是百分百的 對孩子的關心或者是密度 甚至於給他的這個科業上教導的資源 是更多的 你去看一看到底私立學校給人家什麼 我們公立學校來加強嘛 所以我希望喔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詭異的現象 孩子的壓力大不大 今天我看到我們有議員同事 拿出來的這個壓力表 我看來一下是六成多 我覺得那個數據是錯的 那個數據絕對是錯的 絕對是九成五啦 只是他們對壓力的表現方式 表達方式的不同 對不對 那再來 孩子的壓力我是九成五 我跟你講家長的壓力就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大家都是十二年 國教下產物的一個犧牲者 所以我要拜託市長 也要請求我們的教育局的這個局長 我覺得我們這個局長 其實對很多事情 其實他可以看到很真實的面 他也願意說真話 但是我想畢竟你過去來自大學的校長 對於我們這個義務教育這一端 可能你非常的用心 但還沒有到這麼熟悉 那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那我希望你能夠把它銜接起來 眼看著520也要到了 那我也希望市長 能夠跟你們的這個 這個蔡英文主席去建議 我們的這個所有的教育政策 520又是蔡英文總統 你這個一定要好好的一條邊 整個去把它銜接起來 那聽聽看地方的意見 然後最後我想 不管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資源 你能夠給更多的經費 因為你現在絕大部分經費看起來是多 可是都在教育局的部分 能夠給學校去自主 有更多的經費去做 然後呢有很多的設備可以給他 最後最重要的是 給校長跟老師多一點空間跟尊重好不好 我上任以後 我們市立高中 確實我給他滿多資源 沒關係 市長先照這樣子來處理 市長我請問你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也是最高學府畢業的嘛 你的國中念哪裡 巴德國中 巴德國中 你看你從 所以啦 你從巴德國中 然後高中呢 建中 喔 市長我也是巴德國中的 我念書就沒有你念得這麼棒 請問你啊 巴德國中能考上建中 然後再考上台大 你是怎麼念出來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每個孩子成長歷程不同 我不是拍市長馬屁啊 市長我這不是在拍你馬屁啊 當年巴德國中 那當時也沒有補習班啊 是啊 所以你怎麼念出來的 讓所有的家長分享一下 市長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私校都擠破了頭 我們所有只要一 你知道我的服務處啊 鄭森 現在大家都認為可以關收 我們一個都講不進去 我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要求 私校那個都要公開 連那備取的都要公開 我知道啊市長 但是每個家長都是望 望子望女 成鳳成龍啊 大家也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從巴德國中可以考上建宗啊 當然你的自學 你可以跟所有的 我相信如果今天你走到學校 你就應該跟學校講 你怎麼從巴德國中考上建宗 怎麼你都再沒有補習嘛 然後可以考上台大嘛 那請問你的孩子也念我們桃園的私校還是 國小是讀那個西門國小 西門嗎 國中是讀鄭森 好 市長 你自己都認為鄭森比較好 你的孩子可以進政生 主要是在市政府旁邊 我們的孩子也許就不行啦 像我今年要推薦政生 一個都沒有辦法關說 一個都沒有辦法 很多的家長都希望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局長我們希望 讓所有的家長知道 我們自己究竟的 不管永豐 我們永豐 不要都是擠破了頭嘛 是啊 永豐也沒有辦法進去嘛 為什麼會有這樣名校的迷失 我們十二年國教 不就是說就進入學嗎 也要是財是所 就是像你這樣 就可以進八頭國中 就可以一樣考上武林 或者考上建中啊 對不對 但是目前是不行的嘛 其實高中社區化 優質化 目前還沒完成 只要給市立高中更大的資源 市長 我們今天能給你這個機會 不會當桃園市長 也希望借重你的求學的過程 來改善我們目前失效 不管是擠破頭也好 每個學生的壓力 像像浩宇講的 百分之六十九 甚至我們再去普查 百分之九十五 只要是要小孩子念書 每個人都有壓力 你先問哪一個小孩子沒有壓力 每個人都有壓力 每個人都要擠破頭 我認為說只要把我的小孩子送到失效 也許他就可以今天考一個好的大學啊 但是我們從這個錄取率看 百分之二十二 我們看到真的是擠破頭 連關說都沒有辦法 他就用比試來定終身嘛 我希望市長您在這一塊 可以從你求學的過程 來改善我們目前現在的 所有的要念書的一個環境 或者家長的心態 我希望你在這十二年 在你的任內啊 把我們十二年國教所有的目的 不要變成只是做一個 視性的輔導 讓就進入學啊 然後怎麼樣能夠減少 老師跟學生跟家長的壓力 就算他不是試財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考上大學 他也可以念這個高職啊 讓他有一技之長 我一直認為讓他有一技之長 那您在這樣子的 怎麼樣讓所有的 當擠不進去失效的 能讓他回歸到就進入學 在這一塊 你有什麼可以努力的空間沒有 我想公立的高中值 目前的競爭力也是提高 不是降低 那我們分發的前三資源 模擬分發 正確率也到達七成到八成之間 所以我想總體來說 桃園在這方面的做法 是比北北基來得好 但是還要再努力 我知道 我希望還是有進步努力的空間 我也知道 我希望剛剛就像萬議員講的 怎麼樣給老師校長 家長 是我們要努力的 剛剛萬議員質詢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高中值的校長 跟學校的治理 能否給他們一點空間 這個部分我請教育 是要我們要再努力的嘛 為什麼人家失效的條件這麼好 關心學生 我們同樣的我們的高中 跟我們的國中 在這一塊也是要努力的 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一起為這樣努力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你小孩現在多大 一個國小一個國中 有國中的是吧 你平常這麼忙 有時間陪他們嗎 總是會抽出時間 所以你對他 現在的不管功課也好啦 他的興趣啦 他的交友各方面 總是還是要問一問吧 會 對不對 因為家庭教育很重要嘛 你一定要率先去做一個示範嘛 那你知不知道 你的國中的一個是兒子還是女兒 兒子 兒子 你兒子最近他們有沒有喜歡 在校園裡面流行什麼樣的遊戲啦 還是說流行什麼樣的興趣啦 嗜好啦 打球 我兒子喜歡打球 溜滑板 他們有溜滑板 打線上遊戲 這個有 那你有掌握喔 那除此之外咧 因為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喔 對 要多注意一下耶 我想喔 現在的國中生跟高中生啊 他們的興趣 這應該說十二年的國教 還沒有很這個多元的這個學習 讓他們去享受到 可是他們自己的這個興趣跟這個玩樂的方式 就已經很多元了喔 那我認為做家長的其實不管不管再忙 其實我們要去關心跟注意他 那學校教育也是 延續的我剛才講的 其實我認為啊 今天的方向並不是都是在升學 有很多家長其實把孩子送進私立的國中 可能有七成是為了有更好的這個升學率而看的 但另外有三成是認為 我不一定要他能夠考很好的學校讀很多的書 可是至少我覺得管理的是很好的 不管他的品德他的氣質 或者他的同才 我覺得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他把他送到這個私立學校去 我想我這樣講 局長認為應該沒錯嘛 好 那是什麼原因讓家長會有這樣子的觀念 看法認知說公立國中可能會有這個 同才的不好的影響啦 然後或者是管理上面不是那麼周全啦 我覺得我們要去檢討一下 為什麼一般家長對公立學校是這樣的一個認為 那我想剛才市長也講 你有國中的這個孩子在這個念書嘛 那我請教你一下 你看過這些東西嗎 你看過這些嗎 你看我嘛 看小超幹什麼呢 我看這個比較清楚 OK 但是看這個啊 嗯 仙女棒 OK 這個啊 是現在 國小 國中 高中生 很夯 的一個 玩具 或者是 這個 大家在一起 同才在一起 覺得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五彩繽紛的東西 市長 它是什麼 你這樣看它像什麼 你這樣子看它像什麼東西 你這樣子看它像什麼東西 他像什麼東西 不知道 那你就答對了 因為我們家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家長拿給我的時候 我跟那個家長一樣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原來以為是仙女棒 想說怎麼有那麼短的仙女棒 但是呢 市長 這是一支煙啊 這是一支煙 是現在 孩子們最流行的 叫做電子煙 那在座 所有的議題主管 看過的舉手 衛生局局長看過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那我們社會局局長 你也看過啊 你在哪裡看過 在外面 人家那個 少年在那邊抽 你就有看到人家在外面抽了 我不知道 但是人家跟我講那個 那個就是電子煙 你看他在抽的時候 你覺得他在做什麼 他就在抽啊 抽那個 那個煙 煙比較 冒比較多煙 到處都是煙 對對對 泥骨丁比較多 多大的孩子在抽 大概十幾歲吧 十幾歲 十七八歲 你有沒有上前跟他關心一下 沒有 因為我開車經過人家 我問他那個什麼東西 那個就是電子煙 你的眼力很好耶 這麼遠就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 我很好奇 很好奇 請坐 所以喔 現場大家 很多是爸爸媽媽 可能也有一些阿公阿嬤 大家都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可是兒 他卻是現在時下 孩子們最夯的 共同有興趣的一個東西 是非常 他們說很時髦 每個人都手上都會有一個電子煙 請問一下 市長你知道這個電子煙要在哪裡買嗎 我不知道 以前阿 可能在這個夜市阿 還有些店面都有 後來呢 現在因為有很多法令上的問題 幾乎都是在網路上買 那網路上買到的電子煙 幾十種口味都有 結果呢 我真的很犧牲喔 昨天阿 我就想說要來質詢阿 我必須要體驗一下 那我就用很多的方向 我都不知道該從哪裡去處理它 好不容易終於吸了一口 吸了一口後真的吐出很大的煙 那後來呢 我就跟陳琴的家長在講這個事情 我就跟他講說吸完了以後 劉醫院知道 我整個口裡好像含了一大把的味精 久久無法散去 同時我頭痛欲裂 大概快一個小時 然後就吃了普拿疼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本來就不抽煙 還是說他很有問題 後來我們就把某一個國中的孩子 他上網買 然後我就把那個孩子找來 我們就說 那你怎麼會去抽煙 那你抽完以後是這樣的狀況嗎 他跟我說阿姨你抽這個會死啊 我說我抽這個會死 那為什麼你們都還在網路上買這個呢 他說你抽那個東西很便宜 這是廉價品抽了會死的 我說怎麼會呢這很貴耶 這個網路上買50塊一支 買10送1或送2 那他就說 阿姨我偷偷給你喔 我們學長很多人都有 告訴你什麼叫做這個高檔的 讓你開開眼界 局長看過嗎 在校外會提供的道具裡面有看過 道具 那市長看過嗎 我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以前我們家裡的媽媽 瓦斯爐點不著煙那個火的時候這樣點 我打開了半天也打不開 結果這還有密碼的 這還有密碼的 什麼要按5次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它才能開 然後這個東西 什麼 什麼加這個這個油 然後有的有尼古丁 有的沒有尼古丁 聽說非常貴 也就是說 現在孩子流行的電子煙 可能從一支四五十塊錢 到四五千塊 按照孩子們經濟能力的不同 或者他們群聚在一起 集合起來的錢的多寡 那他們就會有不同的來源 可是統一都是從網路上去買的 市長我想喔 我們在這個學校裡面 我們都在講 如果今天在學校裡面抽煙 或是帶煙進學校 局長請問要怎麼罰 這個是看各校 市長你請坐 看各校對那個違規的規定的出發 有沒有不罰的 應該是不能不罰 那就是啦 那怎麼是看各校 他就是統一的嘛 我講的是罰的情節的輕重 你絕對不可能帶煙進學校 對不對 也不可能在校園內抽煙 而且衛生局局長 請問一下 我們的孩子可以抽煙嗎 18歲以下是不准抽煙的 18歲以下是不准抽煙的 所以高中以下都不可以抽煙嘛 對不對 好那請問一下 不能抽煙是不能抽現在我們法規規定的香煙 對不對 那結果呢 我們現在很多的國中生或高中生 他自主意識已經很強了 他就跟教官講 你憑什麼雞我大過啊 這不是煙啊 那請問 你可不可以幫我告訴一下教育局長 當孩子這樣跟教官講的時候 跟局長主任講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回答這些孩子 跟一桌報告 因為一桌提到這個電子煙是很 國內跟國外都很重視的問題 因為那個 目前的煙害防治法目前還沒有辦法管到電子 電子的產品 那所以那個 我們也多次的跟中央 我們一方面的話是在 我們在藥局網路還有那個 還有夜市都有在進行稽查 每年都有進行稽查 局長你說嘛 他到底是不是煙 我跟你說 他這裡面啊 我看了一下他的成分 你不管是有很多他還是含有李古丁的 對不對 那含有李古丁 就我的認知他就應該是煙 是不是這樣講 因為這個是 這是發明的人 他是希望說拿來給大家戒煙 但是因為他裡面 我們也很知道 裡面如果有含有李古丁的話 那個發明物他可能原來是 是有他的用意在或者好意 可是野生到後面去的時候 他可能會產生一些傷害 所以原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現在大家拿來做什麼樣的用途 對不對 如果市長 那如果這個他其實裡面有李古丁 甚至於他可能有一些 我們不能理解的成分 什麼乙醛啦 假醛啦等等啊 類似像這樣的成分 那對孩子是不是身心有傷害 有沒有 有 局長 衛生局局長 他意思是說本來是拿來戒煙的 如果變相變成是國高中生都拿來抽煙 我想這個煙害防止法應該把它拿進來 我想教育局已經說得很清楚 電子煙也不能進高中小 有嗎 局長剛剛有講嗎 是 那如果今天電子煙 在我們校園內 就視為煙品 來做這個品格教育的處理 是不是這樣 是 那你要講清楚 然後呢發文下去各學校 否則有時候說真的 學務主任他沒有依據 是 然後再來呢 我們輔導師也要去輔導嘛 這些這些都是太隨手可得 就可以買到的東西 如果以這個如果已經造成這樣的現象 變相的鼓勵孩子吸煙 我覺得這個是要趕快從 從各種層面來防止 包括衛生局教育局 不過教育局確實喔 如果電子煙有在 開始在學生裡面流行喔 我想要一致化的政策就是禁止 好 那市長請坐 你講得很明確喔 那接下來我想就要談喔 我們都知道 其實他對於我們18歲以下的孩子 是絕對有害的 是絕對有害的 可是我們現在在要試法 其實你很難管到他 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說你在查核 那因為大家有在注意 都有在查核 現在呢其實在這個 夜市也好 實體店面也好 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都關掉了 可是呢 昨天我從孩子的口中知道說 你們有不需要去夜市買 也不需要去什麼 這個店家買 現在買不到了 可是你可以去副本買 副本 我的表情就跟你一樣啊 我說去什麼副本買 他說 現在呢有這個實體店面可以挑 不用透過網路的 就是在可能民宅的當中 或者是經營的哪個店面的後面 很多人都在賣 孩子們都知道 他們稱作那個叫做副本 我還問哪一個副本 我還問哪一個副本 他就就是copy本的那個副本 那孩子們都知道到哪可以去買 於是呢 我也去問了好幾個國中的學生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嚴重喔 那金發局的局長 現在啊 跟衛生局之間啊 教育局的這端已經是末端了 禁止他帶進來 輔導他不能抽 告訴他這個的傷害性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孩子畢竟是孩子他還小 有時候跟著一窩窩流行 那今天衛生局 你要怎麼樣去這個積查 你金發局請問一下 這個買賣或者是網路上面 你要怎麼去查 你告訴我 在網路方面 我們當然也有網路去查 我們也在 有同仁在網路上面去查 你說網路方面你有什麼 有網路同仁在這個監視 網路同仁幾位 我們同仁幾位我了解一下 我們有同仁在監視的網路 有這個 沒有 來源不明的 我們會去追蹤 局長 您講這個我真的就 您提了這部分 來我跟您講 這裡啊 這裡啊 超過 我隨便 因為我要質詢這個議題 我必須要很了解 我們才可以問孩子做一點事情 我其實不太善於上網路的這件事情 可是我點進去以後 我最少超過15個網路 網站上面都可以購買啊 那你們同仁說都有在監看 然後看不到 這很容易就可以買到了 你知道嗎 這孩子隨便還把購買證明都給了我啊 加強啊 你真的要加強啊 現在如果副本不容易查到 我也拜託警察局 你們的那個相關的管區 如果有一些民宅啦 店面啦 有一些這個特殊的這個狀況 你們的管區把這個把它列入 那這網路的部分的話你要去加強啊 至少在這段時間之內 你把這個歪風禁止下來嘛 好不好 我們會盡量來做 謝謝 呃 局長 所以我們剛剛要叫你看你會不會用啊 喔 警察局長 麻煩你來看一下你 你會抽這個嗎 你會 你會用嗎 來來來來 麻煩 局長 請問你知道這怎麼開嗎 你知道嗎 局長 你沒有用過嗎 沒有開過 那是開不開的 你可以看 市長 市長 我希望你重視啊 因為昨天 萬一元抽了一口 人整個就不舒服了 代表這裡面是有泥骨釘的 可是我們看這裡面所有的 裝飾上面都沒有警告 都沒有警告 這有泥骨釘的 學生抽了會怎麼樣 這也是學生拿給我們投訴的 這上面全部都沒有 我們昨天也是從網路上買的 或者從商家買的 可見 市長我請問你 他的網路上面寫說 有口味有三十多種 有蘋果香蕉咖啡 你知道他說 純水果味 不含泥骨釘 不含任何香菸中的 N種有毒物質 無論在公共場合 還是在房間 不會有難聞的二手煙味 讓人舒服的清水果香 休閒的時間裡 為你增添一份情趣 對您本人和家人的 都是一件好事 大力的暢銷 叫所有的學生 去抽這個電子煙 市長我們剛看沒有警示的標誌 沒有跟任何人說吸入對人身體有害 我們希望隨手可以拿到 而且現在的國中高中 大家都迷這個電子煙 大家都在抽不知道對這個身體 年輕人炫嘛 根本不知道這是有有害 對身體有害 根本不知道 他們只是認為 人手一煙嘛 戒煙 那認為說 這個就對人身體無害 然後廣告聳動的還講說是水果味 三十幾種 蘋果牛奶 什麼 哈密瓜荔枝水蜜桃 可樂西瓜菠蘿椰子 哇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寫得包羅萬象 讓人家抓不清楚方向 有種變相的鼓勵 大家去試抽 大家去抽 而且五十塊一隻 我希望市長能夠在這一塊 我們今天反應的這一塊 不要讓學生盲目的 無從的 大家 謝謝 謝謝劉議員跟萬議員質詢 如果有含有李骨丁 那個這個部分 沒有沒有市長 我想法令這樣子講 第一個 那個衛生局的局長 你今天呢 你的那個鑰匙法 我研究了一下 你可以來制裁制衡他的三項法律嘛 第一個 你用鑰匙法 他如果今天社會含有李骨丁 他是煙品 他今天如果是煙品 他如果說 偽要 沒有 應該這麼講 他如果今天是沒有去登記的 那不合法的 然後呢 是不是就可以用鑰匙法 來把它當作偽要來看 是 依說目前的法令其實是不夠裁罰的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 稽查了兩萬多件 但是裁罰只有 像去年裁罰只有二十四件 那因為那個國劍署跟食藥署 他們的法令裡面 還沒有一個針對電子煙來制定的法令 請問資對學生的我們有沒有裁罰件數 國高中有沒有 我們教育局有沒有 有沒有罰的 有沒有 目前所有學校的有沒有罰的 目前學校如果發現的話 學校可以試情況來 有沒有目前我們有沒有罰的 那 我有到 我有到學校去看過 那有些學校是有罰站的 那幫您提供我們的數據 局長 我不是要他罰站好不好 這樣子 這個 剛剛 剛剛已經把問題討論清楚了 我想這樣子 第一個 商品標示不實 這個可以處罰 如果 如果他含有尼古丁 而且他成分 他上面有寫沒有尼古丁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可以掃蕩的 我覺得市長這樣子 我們分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你在學校裡面 講難聽一點 你們像你們今天在座沒有一個人看過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去教學生管制學生計查學生啊 你看到他有書包這個東西 連是什麼你都不知道 沒錯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先把這件事情 讓教育局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讓學校的老師 讓學校的這個校長 好 跟學校主任知道他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 這是第一件事情嘛 否則我看到他書包這個你根本就不曉得啊 好 那第二個 我就按法律來看 如果說他這個是 就是這個藥師法上面 我要 那就該用我要去辦 那如果說 他是比較像煙瓶的東西 我有看到嘛 你如果說這個產品 類似像這個煙瓶的部分的話 你還是可以罰呀 對不對 長得像煙的話可以罰五萬塊 這個長得像煙 這不用講了嗎 簡直跟煙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一樣啊 好 那再來呢 你這個還有這個尼古丁的部分 說什麼宣稱可以幫助戒煙啊 減少煙影啊 這就更清楚不過啦 是不是 不時的宣稱療效 對嘛 好 現在我們有三條法令 在衛生局的部分都給罰嘛 那但是呢 我想 罰歸罰 你要找到目標罰 找到對象罰嘛 所以我拜託 你的金發局跟警察局 可不可以 在現在 這一股歪風 蔓延到我們桃園來 要強害我們桃園孩子的身心的時候 你們全部動起來 讓這股歪風在時候遏止下來 我們也知道孩子的流行是一陣一陣的嘛 好不好 好 這個掃上電子驗的計畫 不是 學校 學校也好 拿出作為 學校 好 好 好 謝謝啦 好 那麼高級長 你試一下跟萬議員 那個一下 好時間到 謝謝 好請坐 好 那麼我們今天 登記的議員充分發言完畢 那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散會 我從來 對 如果就沒想到 我們會不會 到這兒 原來 我們會不會 走 走 好 走 好 我們會不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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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